好,我们开始十字形状第三四个学习,提摩泰前说后说 上午我们把提多书信说完了,提摩泰书信了,都是一样 提多和提摩泰都是教墓书信,都是针对于怎样当墓师 包括教会管理上一些细节,包括教会管理一些甲缝样的事情 同样作者是保罗,大约的公元63到67 提摩泰后书信基本上是67了,因为他68岁 他是68年的时候,公元68年的时候开始殉道 针对群体,提摩泰本人作为牧师 教会经常面临假老师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变了家谱和遗法的问题 这是初恶教会面临的问题 教会里面还出现了许弥乃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信徒 这个人呢,许弥乃出现两次 提摩泰前说,提摩泰后书都出现过 前书呢,是什么? 就是说,保罗对他的警告,把他给提出教会了 愿他悔改,但是呢,他依然没有悔改 所以他听不在后书信呢,基本上他开始 就对他也开始相信什么,没有复活了 你就知道这个信徒,就是说 从刚开始这个教会出现问题呢 保罗对他进行严厉的这个警告 但后面呢,他没有悔改 那么这个信徒也,我也相信可能是耶和华神上瞎眼的 他连复活就不信了 这个信徒连复活就不信了 所以说你就知道了 可能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今天想起复活,你可能连复活都不信了 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别以为这事都不会发生他 所以说一位当耶和华神 一位在书信里面教导 就是说,他们被你主耶稣 现在有把教 就是当保罗把许名乃交给撒旦魔鬼 所以说他没有回来 所以说耶和华神估计可能会 让他瞎眼更厉害 瞎眼瞎到连复活都不信了 这个时候可能从来 这个是以前我们没有想到的事 对不对 什么叫交给撒旦 你当一个当当教会把你交给撒旦的时候呢 你你你的灭亡这个概率很高了 如果你还不回来的话 你想回来很难 想回来是很难的 因为把你交给撒旦了 撒旦都不弄你 对不对 保罗劝告提摩太多多祷告 因为神的心意是让万人都能遭守救 都可以明白真福音真道 同时男人和女人应该如何的敬畏神 如何遵行神的旨意 毕竟人与人是不同的 所以要顺步神创造的既往 教会里面设立长老和知识 必须严格把关 确定他们真的能管好自己的家 这里面主要指代是圣灵成圣的家庭 都是信主的人 但对于结婚的时候 就没有听到生职业的结婚呢 那么这样的家庭呢 就要生了很大的浮世拦阻 别说全家都敬畏神 连信主的都非常难 圣灵其实说 以后必定有许多共同的信徒 离开真道 这是圣灵说的 有很多信徒要离开真道 听从撒旦魔鬼的福音的信仰 除了假福音以外呢 还有信徒追求世界 掩护着求疑或接受骄傲 让自己走向灭亡之路 如果有人不明白真道 但装作灭亡 那么这个人已经走向灭亡了 所以说 这个是听从带前说的主要的 这个核心内容 进来看一看 我保罗奉我们救主上帝 和赐我们盼望的基督耶稣的命令 做基督耶稣的使徒 写信给因信主而做我真儿子的提摩泰 愿赴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 主基督耶稣的恩典 怜悯和平安临到你 我去马其顿的时候 曾经劝你继续留在尼夫所 好命令那几个人不要传讲异端邪说 也不要沉迷于虚构的神话 和永长的家谱 因为这些事只会引起 无用的猜测和辩论 无法帮助人凭信心 认识上帝的救赎计划 制止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爱 这爱来自于清洁的心 无亏的良心和真实无为的信心 可惜有些人却偏离这些 转向空洞的谈论 他们想做律师教师 却不明白自己所谈论所主张的 我们知道只要用的合一 律法本是好的 因为律法并不是为义人设的 而是为了对付那些目无计法 大逆不道 不敬为上帝 犯罪作恶 不圣洁 贪恋世俗 谋杀父母 行凶害命 淫乱同性恋 拐卖人口 说谎其假释的人 以及其他违反正道的人 这正道来自当受送赞的上帝 可以托付我传扬的荣耀福音 好 感谢主 那么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保罗说这个提多 是这儿子 这个不太清晰 太清晰 对 挺清晰啊 我看的 哎 踮起来一下就好 你左右放没有使他的距离改变 现在没啥 没有放在了 现在有个大距离 必须要这样拉 要不然他 他 他最想不到 现在有个大距离的调整 我房顶弄 先喝多别人家 好 再一个清晰 好 好 打分的 对吧 对说 提多跟提莫太 他们都是你真儿子 所以说 你都知道 就是说 保罗对他的信任度是 很非常高的 保罗 然后呢,在第一章的时候呢,跟其他的书信里面不一样,直接针对话题啊,就是说教会里面出现,又出现那种假福音,假教义,尤其是这帮人干什么的事,我们都很熟悉了,又是做绿法师了,又是开始辩论家谱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呢,就很喜欢有种,在教会里面辩论家谱,耶稣是美赛啊,耶稣到底是不是余大师他的呀,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个众统下的呀,就辩论这些事情,包括有人想当绿法师,就是说只在,还只在那些高举摩西律法人,对吧,保罗说,绿法吧,对吧,绿法是好了,但是嘛,你要合理的去使用, 你天天去,去拿摩西律法,那些行文律法,对不对,拿钱行文律法,吃几食物啊,这些东西,先辩论这些事情,你辩论这些事情,你造有什么事情吗,你造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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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想当绿法师,却不明白,你自己做主张了,对吧,你自己,你自己这个高举律法,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就是你没有把这个用许啊,把这个福音信仰,你搞明白,你天天高举律法,其实你不明白,你自己,得自己做,在讲什么,能不能理解我说什么意思, 就是你高举摩西律法,其实你不知道摩西律法,到底说是什么,所以说律法,本身呢,如果你,你真,如果你真的能明白律法,能把它用好也行,能把它用好也行,但是嘛,你这个律法还用不好吧,你还会让人跌倒, 对说又是变,就是说,针对于那些,今天变了这个家谱了,摩西律法是吧,没有,没有意思,天,变了这东西,对吧,你还不如想想想想,怎么样,怎么样,认认上帝,救出计划,还不如你,你让别人知道,上帝的救出计划是吧, 能不能理解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摩西律法加乎铺也说了很多次了,因为这也是处于教会里面,你你知道吧,这个难度,你知道吧,每逢书期你发现,呃,ón,你卖 Orion,摩西律法,绕过来绕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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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保罗所遇到的这个,这个教会里面,挤出了哥里派的问题, 因为戈里范是对当时时代 影响也是最大的 为什么保罗被囚 被侮辱 被诽谤 也就是因为这个律法事 也是因为这个保罗 为外罗人说话 也是因为这些问题 所以变了变了去 我感谢赐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我忠心可靠 派我侍奉他 尽管我从前是个亵渎上帝 迫害和侮辱信徒的人 但我仍然蒙了怜悯 因为那时我无知 还没有信耶稣 主赐给我丰富的恩典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信心和爱心 有句话千真万确 完全可信 就是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但我依然蒙了怜悯 因为耶稣基督 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 彰显他无限的忍耐 使我做那些要信靠他 并得到永生之人的榜样 愿尊贵荣耀归给那位不朽的 肉眼不能见的万世君王 独一无二的上帝 直到永远 阿们 我儿提摩泰啊 我依照从前有关你的预言 把这命令托付给你 好使你借此打美好的仗 你要持守信心和无亏的良心 有些人丧掉良心 结果他们的信仰就向船出了交 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些教训 不敢再说亵渎的话 在这里呢 就是保罗就依然情感的投入 因为毕竟马上就要被抓了 所以说他现在就想 以前对待这个道如何 现在就如此的被神做怜悯 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真的是 他要说我罪人中的傀儡的意思 你就知道了 他指的是以前如果破坏教会 以前如果追杀基督徒 所以说我是罪人中的傀儡 我现在得到这个福分 神还那么大大的使用我 我根本就非常非常不配 我作为使徒 对小老板也不配 他是这样的意思 我罪人中的傀儡 罪人中的傀儡 罪回 所以我依然出了这个连礼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罪 罪回身上彰显了他无限忍耐 对他的人耐 所以说保罗在说 我也愿意成为众人的榜样 然后呢 后面呢 会在这里有个细节 关于提摩太的预言 肯定是关于提摩太 就是说以后做神家领袖的事情 就是说保罗当时呢 可能得到神的启示 关于提摩太做神家领袖的预言 所以呢 把这个命令托付给你 好使你借此大 我们要好帐 说既然那个时候 已经预言 所以说既然以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言 那么这样的命令就托付给你 那么即使如果我离开了 那么即使如果我离开的话 那么你就继续做这份工 因为教会呢 这个建立 不是建立 教会上这种辅导啊 教会信息坚固啊 那么一顾的话 好像这件事情就靠你了 这件事情就靠你了 你要持守信心和不愧良心 有些人丧了良心 结果他们的信仰就像传出了交 其中有许明奶和亚迪生达 你看这个话语上 这个话语上就非常 这个形容 这个比你个画面感 就是说 那么丧了些良心 结果他们的信仰就像传出了交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信仰 他首先呢 他把信仰就在传上 他的信仰就跟他传一样 对吧 但是走走走走 碰交了 扯沉了 对吧 就像呢 其中有许明奶和亚迪生达 对吧 我也用把他们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接教训 不敢说谢这个话 所以在这里呢 什么叫把他们交给撒旦 就是说我们驱逐出去了 就是因为他们戴富队的原因 把他给去出去 因为你不受 你不受教会的保护 我跟你讲 你就是什么 基本上 撒旦 撒旦 宝贵 就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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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 你不受保护的时候 很难 就是一个信徒 就随便 你不来就会了 就是把你单独给你隔离出去 以后不来就会了 你的生命 就是你的生存率都很低 把你单独给你割出去 行吗 你生存率都很低了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他们俩肯定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在信仰上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把他就交出去了 虚敏乃呢 亚丽莎娜可能悔改了 因为在提摩乃后属性 没有提到他 虚敏乃依然没有悔改 连富博都不信了 就是他 连富博都否认了 所以说你又知道了 信仰它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 然后呢 人是有死亡率了 不是说一次的救命还得救男人 那么一次的救命还得救的话 对吧 那么把你扔到 扔给撒大的话 那么你 你去得救吧 对吧 他连富博都不信了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 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千万不要处 你说为什么 我们的信仰千万不要凶逆的处那个交 对吧 如果 如果你处那个交的话 其实那么你可能就走向永远的灭亡 是永远的灭亡 都很难忽然 我跟你讲 船出了交了 你想再让船继续行走 很难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把船 你出交之后 你是不是要把船给修补好 是不是 你修补不好呢 修补不好 你看那个船你还能跑吗 沉了就 所以说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现实的事情 我劝你 首先要为所有的人恳求祷告 代求 为他们感谢上帝 也要为所有的君王和掌权者祷告 使我们可以怀着虔诚 端正的心 过和平安宁的生活 这样做很美好 是蒙我们的救主上帝悦纳的 因为他愿全人类都得救 明白这里 上帝只有一位 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只有一位中宝 就是将士为人的耶稣基督 他舍命做全人类的赎家 这在所定的时候已显明出来 为此 我被指派做传道人和使徒 教导外族人认识信仰和真理 我说的是实话 并非谎言 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不发怒 不争辩 我愿女人衣着朴素端庄 不靠发型 珠宝金饰 或名贵的衣服来装饰自己 要有良好的行为 这样才配称为 敬畏上帝的妇女 妇女应当安安静静的学习 完全顺服 我不准女人教导或管辖男人 她们应当保持安静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受限犯罪的不是亚当 是夏娃 不过 女人如果持守信心和爱心 圣洁自律 就必在生育的世上得救 好感谢主 说两件事 先说第一件事 就是说 对于这个救赎的方面的话 神是期待万人得救 因为保罗呢 作为外旺人的使徒呢 所以说他对于这个万人得救 祷告啊 他会共家里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心 爱灵魂的心 会有什么样的心 会共家里有这种迫切的心 所以共家里对于外旺人 就说因为他说了吗 他作为外旺人的使徒 因为你要知道保罗不是作为犹太人的使徒 你知道吗 作为外旺人的使徒 所以说他对于这种外旺人的爱 和这种急迫 和这种关怀 对吧 他在这个方面是很大 对不对 所以说他也看到了神的心 因为他共家明白 这个奥米 就关于福音的奥米 是现在呢 犹太人因为主义和基督尔跌倒 现在外旺人反而呢 反而接进去了 那么既然外旺人被接进来了 是不是就是耶和华神对于外旺人呢 想干什么呀 神想干什么呀 对吧 神愿意全人类的救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那么那么要不然为什么这个恩典 连到了外旺 对不对 那么不就是散发出什么 神的心意 是不是 对 神的心意是什么 希望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得救 是不是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神的心意 神不是说 只期待几个人得救 神不是说 对 不是说 只期待几个人得救 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 对吧 你能够得救 谁会有话题 对吧 神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 但这是神的心意 这是 这是神的心意 但能够得救的话 那么这是你个人问题了 所以说 所以说保罗说什么 你要为所有 他希望你可以为国 每个国家 郡王啊 你在这个国家里面 导致啊 希望神开下门 你知道吗 这是保罗心意 是吗 希望这个国家都开上门啊 福音信仰 可以尽情传播呀 不要受阻碍呀 不要阻拦呀 对不对 这个这是保罗的心意 希望我们能跟 这个所有的郡王啊 都开 把门给开开 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了中宝 认识这个救赎 恩典的计划 这个是 这个是耶和华的心意 作为外邦人使徒 愿 全力 得救命万真理 下一个话题 就是男人和女人 所以说像哥罗西书啊 只是说你不要无怨无故了 就跟妆娼 妆娼不妆娼 不妆娼跟不汉为真理 两码事 对不对 不妆娼 你别没事找事 我愿女人衣着朴素端庄 不靠发型 珠宝金饰 或名贵的衣服来装饰自己 就是女人的装饰自己 她不用不是靠到website 你弄什么东西 经营珠宝 那么供要靠到良好的行为 这样才配得敬畏上的妇女 你发现没有 敬畏上的妇女 是靠个人的良善的品情 对吧 贤的妇女 对不对 你看看贤的妇女 妇女应当安安静静地学习 女就做妇女有个特点 安静 安静是女人的属性 安静 不是说积极扎扎扎扎扎的 女人共产展现这种安静 安静 不是说 安静 女人属性是安静 对不对 那么完全顺服 比如说对于男人顺服 我不准女人教导或管辖男人 原因是什么 她用当保持安静 你得一直强调她们 一直想要安静 女人的安静 对吧 因为你想教导男人或管辖男人 这都不是女人的职份 也不是神 也不是神创造女人干的事 没有这个圣工 然后原因是什么 我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详细讲解 讲解 这个问题 善静果术的问题 那么这个就我们 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说了说了 这个逻辑性关系 对吧 逻辑性关系 那么我们都知道对 那个这个犯罪的话 有亚当 对不对 亚当下巴 有 是没错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到底是谁的责任这问题 我们就要必须要搞明白了 为什么保罗说 这个 为什么保罗要 这个推 难道保罗要推却责任吗 难道保罗要推却责任吗 对吧 所以说 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对不对 男人犯罪和女人犯罪的问题 对不对 先创造是不是先亚当 是不是 先创造亚当 你也创造亚当 对吧 起初神创造亚当 是不是 耶华神是不是 也是把他放到园子里面 一点园里面 对吧 也是告诉亚当 所有善恶果子 对不对 所有树都 上了果都可以吃 为主善恶果子 不能吃 对不对 对吧 神已经把这个命令给亚当了 请问一下 亚当当时犯不犯罪 对不对 对吧 你在想个问题 神有没有试验过亚当 有没有试验过亚当 有没有试验过亚当 肯定试验过亚当 对吧 所以说 为什么说亚当没有犯罪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说亚当 先造是亚当 后造 亚当已经存在了 已经存在了多少年了 你知道吧 他不是说 先造亚当之后 直接出现女人 不是的 亚当已经 已经在这个伊甸园里面 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 他已经开始管理这个园子了 他已经开始管理这些动物了 他已经开始在这个园子 里边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做工了 他已经开始工作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开始工作了 对吧 因为 为什么创造了女人 是因为 耶和华神看亚当一个人管理这个园子 对不对 他独具不好 对吧 因为管理上 那么神怎么知道 他独具不好 他已经 是不是 已经断时间了 对不对 观察到了 对吧 观察到了 好像亚当跟动物在一起 好像也有个缺陷 跟植物在一起 也有个缺陷 对不对 所以说 男人独具不好 之后呢 他干什么 才他是创造女人 他是造女人 对吧 为什么说亚当在先 亚当在先 对吧 夏娃 对吧 夏娃是在后 先有亚当 后有夏娃 你又看 你从这个秩序 你就知道 他们两个的动机关系 他们两个动机关系 先有亚当 后有夏娃 那么他们 那么他们两个位置 就不一样 他们两个位置 就不一样 对吧 那么好像 后面有夏娃了 对不对 就是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是不是 亚当是不是把这事 也给夏娃说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果子都可以吃 唯独下个果子 不能吃 对不对 是不是 对吧 那么有一天 有一天 夏娃 夏娃也在 来到山岸果树这里 然后那个蛇 这个蛇 这个蛇 那么蛇就对着说 那么 耶和华神 启示说 耶和华神启示说 不能吃个果子 对吧 神说都可以吃了 可以跟神一样 有智慧 对不对 是吧 然后呢 这夏娃的眼睛 看着果子 很喜悦 对不对 他就拿着吃了 是不是 对不对 对吧 他就拿着吃了 亚当他参加了这事 那么 就是说 那是想是吧 那么夏娃吃的果子 跟神的关 就 夏娃 夏娃吃的果子 跟这个蛇的关系 有没有亚当的事 亚当比 比他吃了 是不是 亚当比他吃了 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说犯罪 这个犯这个罪的问题是蛇与夏娃什么时间的关系 是夏娃被诱惑了 对不对 是夏娃 不是亚当被诱惑了 是夏娃被诱惑了 是夏娃被诱惑了 是他被蛇骗了 不是亚当被蛇骗了 之后呢 之后呢 夏娃把果子拿给亚当 拿给 夏娃把果子拿给亚当 让亚当吃 请问一下 那么亚当吃果子是因为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那不是因为爱吗 对不对 那不是因为爱吗 那么还以为什么 那不是因为信任和关系上 感情上在这里 是因为他们俩感情上信任 那么你害我 你是我妻子 我想你能害我吗 你能不能害我 因为当时亚当现在不会 他没有这么脑子 你知道吗 说我还要防备防备 我还要防备防备 你能不能害我 是不是 你们想想是不是 亚当从来没有 在伊甸园里面 从来没有想过 天使啊 耶和华神啊 人啊 我气得 我害我 你知道吗 他们更多是一种感情的方面 亚当在下方 更多是感情的方面 对不对 他也不会想你害我 他直接说 那么你既然拿过来了 我爱你 对吧 我们彼此相爱 就是吃了很 就是很单纯 一种没有分辨力的单纯 因为在当时的话 他们没有这种智慧 你知道吗 为什么说善恶果子 善恶果子 分辨善恶 对不对 这是分辨 因为当时 亚当没有这种脑子 你知道吗 没有这种脑子 你还 天使来骗我 这个骗我 这个骗我 没有这种脑子骗我 但是呢 这种感情已经成了 感情已经设立上去了 对不对 他很难去防备 防备 妻子怎么能够骗我 对吧 妻子怎么拉我去地狱 咱们都想 咱们都是 对我脑子讲什么事 没什么脑子讲什么事 所以说 这有吃了吗 对不对 但是所以说 为什么保罗用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说 因为起初是 夏娃被赦偏了 不是亚当被赦偏了 虽然亚当也吃了这个果子 但是亚当吃了果子 是跟 跟这个爱有关系 跟这个信任都有关系的 所以说 太吃了 冲 冲为了罪的母谱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谁比起变了 然后你知道 为什么叶华人设立 不让女人掌权 对吧 不让女人掌权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秩序问题 男人在心 女人在后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女人被欺骗了 你没法去 就是神的法则 你没法去 不管任何情况下 都能坚守神的法则 最后叶华人说 男人管下女人 不让女人管下男人 所以说 所以说保罗就一直用这两条 说男人和女人 看清楚看明白了 到底谁犯罪 到底起初谁被骗了 如果你们还要继续被欺骗的话 不是还走向灭亡之路吗 不是还要重复 老下巴的路线吗 怎么还要重复下巴的路线吗 是不是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因为 这是真实 为什么说 女人不要当领袖 或者说女人不要当牧师 什么东西了 你这东西 感性的东西 魔鬼诱过了你 你带领了可能全 就是种子教会的下级 很现实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是很现实的 因为女人 很多东西都是很感性的 情绪化 感性化 情绪化 分辨动力弱 分辨动力极弱 没有相当的理性 干什么事 不能说什么 我就坚持神道 你别不得道 我坚持神道 不走感性 越来越来越来越多感性 越来越是女人 就不要走感性路线 就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都能围绕 耶和华生的旨意 是吧 那可以 但是呢 我觉得是不可能 因为女人和男人 是有区别的 对吧 因为他不管是实力 他被造的区别 生理上的区别 对不对 是不是 他本来就造的区别 男人和女人本来就被造的区别 要不然他算为什么男和女人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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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创世纪搞明白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搞明白了包括犯罪的事情搞明白了如果你这个那些不搞明白的话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还你还觉得怎么怎么样被骗了你自己又你你自己又被你又被蛇又被塞尔蒙鬼骗了你还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对不对不过女人如果持有信心和爱心 圣洩森洁球骗生涯 kommand then you know the bought that 在你收尾上就把你灭了 对吧 一般话一般人可懂 在你说说白的时候 就把你杀了 就杀了 这件事情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 这个经文一直没有尺度 我觉得是 为什么抓不出来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是 一个是秩序问题 第二个是随先犯罪的问题 是不是以前我们一直认为是雅当了 是雅当了问题 教会讲的 教会就是这样讲的 虽然说女人被骗了 但是男人也知道那个果子是 它有两点 第一点是 本来是两个人不可以分开的 结果一下 一个人出去了 去吃那个果子 第二点就是说 那个女人拿着那个果子 给那个男人吃的时候 那个男人也知道 这个果子是不能吃 他还是选择吃了 所以说 你看上帝就呼唤 在原子中呼唤男人 说你在哪 然后亚当说 我隐藏了 怎么样 他是这样讲的 他这样讲的话 对 之前他这样讲的 你们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 他没有讲那个 关于 这个先造后造的一个秩序 也没有讲男人和女人 他的一个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 他没有讲好 就是没有讲什么 不是 不是 刚才你说的 那个事情 对不对 他讲这个男人去吃果子 男人怎么去吃果子了 对不对 因为 因为我们讲的是 谁先吃果子的问题 怎么能够吃果子的话 男人参与一个事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蛇跟一个母人 对吧 如果蛇跟亚当 那么这是谁的问题 那么如果亚当被欺骗的话 那么蛇欺骗亚当 对不对 还是说 那么女人被蛇欺骗了 男人有没有说迷惑 迷惑女人吗 有迷惑女人吗 他说亚当强迫的吃果子了 有关系吗 就是说蛇跟下方 下方被欺骗 跟男人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点都没有参与的事 没有参与的 除非男人什么强迫 第一强迫 第二迷惑 他都没有参与的事 对不对 之后女人把果子拿回去给男人吃 拿回去给男人吃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说女人先犯罪 先犯罪 被迷惑就在这里 他这里被蛇迷惑了 他不是被男人迷惑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逻辑 他讲的是不是就化手 对不对 那么男人参与者是世界一样 或者说他根本就会动吧 他都不懂 他这样讲的话 对不对 这个不知道 这不叫推卷责任 对不对 这跟推卷责任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逻辑的关系 对吧 你被欺骗了 男人没有参与 你不能说 哎呦 男人应该懂得怎么样 必须懂得怎么样 不是怎么回事的 你被欺骗了 他必须把我推下水 还是我的词 你这样想的话 都都有责任 椰花石也都有责任 把椰花石也拉水了 都拉水了算了 对不对 所以说责任 只能要责任 只能要分析 道理是属于责任 责任到位 责任到这个人身上 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时候 为什么说 我们有个时候呢 就是说 凭借我们的想象 包括有个人 几八经文 他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 包括自己的感受 他自己的想法 为了维护什么东西 为了维护什么东西 为了维护自己的教育 人家想 他并不是按照客观事实 分析这个故事 而说强行的加气了 很多这个摄影的加气了 对吧 犯罪这个问题 女人先犯罪 男人没参与 蛇与下巴的关系 那么你们想 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 你又听说是不是这样 对 是吧 我讲了 我觉得应该是很有 很有逻辑 一定啥比较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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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有很多 恰心的加气 对 我知道 我听很多版本 一直说 你不要 你不要去决责任 没什么去决责任 你就跟蛇哥下巴 算了问题了 那么你还 你还 那看守医殿员的天使上 就赖上了 都赖上了 都赖上算了 他赖上了 动物也赖上了 动物也赖上了 如果动物保护我的话也可以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全赖上算了 狗也赖上了 猫也赖上了 对不对 你只能说赖上算了 都有责任 对吧 都有责任 都赖上了 对吧 所以说有些东西呢 为什么说 清晰的看在责任时的问题 你该许的问题就许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说只有你这样看来的话 你才能明白哦 女人为什么要安静 为什么要安静学习 是因为 因为女人不想成为 后面的下巴 对不对 也不想成为耶习别 对不对 对不对 很有意思 为什么在其中书里面 他把巴比伦 包括淫妇 写成耶习别这件事 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过 他为什么只在耶习别 耶习别是什么样 你说何谓耶习别 那种骄傲 自大 自义 然后呢 女人的 就那种战线 那么亚二啊 不就是 不就是比耶 被耶习别迷惑了 对 耶习别 对 这个声音当中 一开始说不可摸 嗯 那能彰显出这个女人 当时他又说小话吧 嗯 不是说小话 他算小话 不是 你获是瞎娃说的 瞎娃说的 他家自己家的吧 他自己家的 就是他天家 但是 神就说不可吃 他说也不可摸 他那种意思是想摸吗 想摸吗 想摸吗 不是想想去看看 必须拿那个 就能摸 不是 不是 那这写的对吧 这个 他这写的错了 那他不 那夏娃他为什么说出这种话 不可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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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这一块 就不能 就是不能 碰 就不能 接触的东西 就不能接触 被大家公共接触的意思 所以说男人和女人之间 就是说一种 不断重复 你也知道为什么 秩序问题 跟学员犯罪的问题 好 没有问题了吗 没有问题 不继续了 嗯 好 这个 有重放 嗯 嗯 哇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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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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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知道 人若渴望做教会的监督 他是在爱慕尊贵的工作 这句话千真万确 做监督的人 必须无可指责 只有一位妻子 为人节制自律 通通情达理 受人尊敬 乐于接待客旅 善于教导 不酗酒 不好斗 要温和 不争吵 不贪财 善于管理自己的家 受儿女的敬重和孝顺 一个人要不懂得管理自己的家 又怎能照顾上帝的教会呢 出信主的人不可做监督 免得他自高自大 高受魔鬼所受的惩罚 做监督的在教会以外 也必须有好名声 以免被人指责 陷入魔鬼的圈套 同样做执事的 也要品行端正 说话诚实 不好酒 不贪财 要存着清洁的良心 持守奥秘的真道 他们要先接受考验 倘若无可指责 就可以立他们为执事 执事的妻子 也要品行端正 不斑论是非 为人节制 做事中心 执事只能 只能有一位妻子 他要管好自己的儿女 和自己的家 尽忠职守的执事 能得到好的名声 好的声誉 也会对基督耶稣 有坚定的信心 我希望能尽快去你们那里 去你那里 但还是写信 告诉你这些事 这样如果我行妻言误 你也可以知道 在上帝的家中 该怎么做 这家是永活上帝的教会 是真理注实和根基 毫无疑问 我们伟大的信仰 奥秘无比 奥妙无比 他以肉身显现 被圣灵证明为义 被牵使看见 被传扬到列邦 被世人信奉 被接到天上的荣耀中 好 感谢主 再说这个 人若渴望做教会的建筑 他就爱慕尊贵的工作 所以说有的人确实很想做一个监督的工作 确实是好事情 不是坏事 确实是善慕一个美好的工作 对吧 你要追求一个很本能工作 是不是这样 是很好的一个心智 但是呢 你想做这个工作 标准就很强 然后一直有比较这个家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你连家都管不好 怎么管理教会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先学会把两万人都管好 对吧 当然这个并不是针对于 那个非系统家庭 只是针对于 兽灵的崇尚的家庭 因为非系统家庭 你没法管 是吧 当然你也可能 不是可能 而是说你也没有资格做知识 做做长老 所以说 因为什么 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管理 所以说 它是 它是原理什么意思 它是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如果是一个盛人承受 承受了家庭的话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实践这个信仰 在你的妻子当中 在孩子当中 在家里面先施的法则 对不对 你先运行运行的法则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和你的妻子和孩子 全家人 都在神的法则当中 你 你是不是都这样 都这样 如果你家里面几个人 都能运行神的法则 管理体系 各种都很好 那么你可以运行在什么 一个交互里面 是不是 那么你就可以帮 你又可以拿 你就可以拿出你的 一些实战的经历 得胜的经历 然后把这些经历 经验值 可以传授给 六外个家庭 就是这个意思 要不然你怎么传授 你必须先得胜 你必须先运营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告诉 比如说研究学的妹 那么这个家庭 怎么去运行 法则 法度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操作 你这个问题 虽然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怎么操作 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这个 可以带上另外一个家庭 对不对 因为它是实践性很强了 实践性很强了 为什么说 它的家庭管理 是非常重要的 家庭管理 你家庭管理都好了 都不出问题 你再去管别人 那么有说服力 同时呢 也真的可以能帮助 另外一个家庭 可以脱勇而出 事实上 对不对 出入教会了 出入教会 不能做管理 出进主任人 绝对不能做监督 免杀四个八 你为什么出进土 工作监督 对吧 他连这个造的 分线都搞不明白 对吧 你去教导啥教导 对不对 你把人误导了血压 又误导别人 你就误导别人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然后你还给指指点点 对不对 你要把别人全带偏了 所以出进土 是不可能的 你好好学习 好好安静学习 明白真道 对不对 以后 如果真的是 善目热工作 好好的当个什么 当个小门徒 对吧 跟着这个长老 跟着牧师 出去观察 对吧 去看我们做这件事情 一点点学习 对不对 一点点学习 是不是 所以说对于教会管理 是严格把关 就是在于 我们真的很希望 每个家庭都能见到 主基督的家庭里面 那同时呢 探访的话 就很难 针对于那些 非清楚家庭 很难觉得 因为 因为 因为神的旨意 只能约束 受能承受的基督徒 就 神的旨意 只能约束 那些真正 救一神的人 他不约束 非信徒 你知道吗 你说了 他也不听 你现在 比如说 伟红姊妹 家里面 对不对 那么人家 你跟人家说 人家不听 你说了 说了这事 你想约束别人 拿着圣经来 约束别人 约束 因为我们约束地 肯定是拿圣经 对不对 看有什么地方 就做的不适合 对不对 那么对方 人家是不信徒 你说了 你说了也是 白说 因为人家不信 你知道吧 人家不信 你这个事情 你约束不了对方 所以说 为什么说 这个辅导 只能是 只能是 针对于 受能承受的家庭 你明白的意思了 所以说 你就知道 我们现在 末期很难 因为 真正能 现在凑选 一个受能承受的家庭 都很难 都很难 是不是 真正的两个人 都受能承受 信仰都不错 对吧 都很难 我都觉得 都很难 都不用错 错误 都比我难 圣灵明确的说 日后必有人离弃真道 去追随那些迷惑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学说 这些学说是出自假冒伪善的骗子 他们良心丧尽 麻木不仁 禁止人结婚和吃某些食物 其实那些食物是上帝创造的 为了让相信并且明白真理的人 从感恩的心领受 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若以感恩的心去领受 就无需任何禁忌 因为上帝的道和人的祷告 可以是食物圣洁 你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些事 这样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 会不断地从你所信的真道 和所遵行的美好教导上得到造就 但你要弃绝世俗荒诞的传说 要训练自己做个敬钱的人 锻炼体魄 益处还少 敬钱生活受益无穷 拥有今生和勇士的应许 这话真实可信 值得完全接受 我们努力奋斗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永活的上帝 祂是全人类的救助 更是信徒的救助 你要吩咐和教导这些事 不要因为年轻而叫人小看你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 和纯洁各方面做信徒的榜样 在我来之前 你要专心宣读圣经 勉励会众教导真理 不要忽略你的恩赐 那是借着预言在重长老 把手按在你身上时赐给你的 你要全心全意地做这些事 让大家都看到你的长进 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和教导 要持之以恒 这样你不但能救自己 也能救那些听你教导的人 好 感谢主 顺略明确的说 如果没有人理解真道 去追求那些迷惑的邪灵和魔鬼的学说 就是说你知道 魔鬼杂弹 他一直在传播假教义 一直在这 对吧 这些学说出于假冒为善 那么定位了 他们良心脏心病狂 就是说 盲目不仁 禁止结婚和母约手 好像就开始说的天主院这儿了 就点像 因为后面之后 禁止结婚的教派 好像就从天主院那儿 禁止结婚 禁止结婚 对吧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些食物都是不好 神比较创造 也并不是 所以被误会了 对吧 所以说你要 作为这个敬钱的人 敬钱生活 受益无形 当然 锻炼身体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锻炼身体很好 但是呢 比 跟敬钱比起来呢 还差一些 但是这个意思 就是敬钱的生活 敬钱 只有敬钱比锻炼身体更好 锻炼身体不是不好 而是说 跟敬钱比起来 还差一些 然后呢 也要 不要因为年轻 而叫人小看 你只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所以各方面都做 新的往样 所以说 提多和提摩太党 都年龄 年龄上相对比较年轻一些 他并不是长老 这是老人籍 比如因为我们有文化 都喜欢老人 老人就懂得年老 对吧 他也变对 就是这样 对吧 在这里呢 又提到预言的事情 前面不是有说了 不要忽略你的恩赐 那是借着预言 在正 长老把手按在你身上 我赐给你的 就是说 当时呢 肯定是有神 对于这个 对于提摩太党 发出预言 将来要做 实际领袖的事情 拥有这个预言 同时呢 还有约束力 对吧 你要全心全意的 做这些事 让大家看到你长进 你要注意 自己的言行教导 要持之以后 这样 你不但能救自己 对吧 也能救 听到你教导的人 但如果他不做呢 神给他这样的预言 他如果 他反着来呢 不去做呢 对不对 那反过来 能想吗 那么神 好 神告他说 以后 提摩太 你以后 要做牧师啊 以后要做实际领袖 然后呢 保罗 提醒他说 你一定要跟上 信仰跟上 如果反过来 他不这样做呢 对不对 他不这样做呢 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 他说我不尽心尽力 或者说他并不追求这样的信仰 他并不是 听懂保罗说的话 那么那么 反过来讲 这个预言就不会落在他身上 这个预言 这个预言 就重救不了 这个预言 重救不了 对吧 你不但能救自己 也能拯救 对吧 你要听保罗的说话 你救自己也能救别人 你反过来 你不听的话 你又别说救自己了 你连你自己救不了 你自己救不了的话 他也不可能拯救别人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们就明白了 不是 预言呢 都是建在条件下 如果你弱什么什么 你弱怎么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 你还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反过来讲的话 你反过来不做的话 那么 那么这个 另外的诅咒的预言 就上 上你身上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有时候不了解 包括余地教 现在我们明白了 预言的东西 都可能落不到你身上 今天神预言你好 预言你当老师 预言你当老师 你就一定 你当老师吗 不一定用的 对不对 预言是建在条件上 你如 你如 对吧 做什么什么事情 你才可能 这个预言的实现 如果你不去做的话 预言实现啥样 就好像我的意思说 对吧 是不是天父 预言 耶稣上设计价里边 被人类而死 然后耶稣上 老哥们 若这个杯而去 若 这个杯 对吧 扯去 可以 对吧 可以 扯若可以 扯若可以 让我这个杯子 你离开我 我也不用流血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但是呢 然而 不要扯若的意思 照天风的意思 耶稣可以不上神经 可以天父发育员 但是他可以不用上神经 他可以选择的 对不对 他可以选择 可以不上神经 对吧 他可以照他的意思 对不对 这个里面有两个人 那么神也有两个人 那么人都有意思 那么他 那么神没有意思 他也有意思 对不对 对吧 他可以不喝那个杯吗 对不对 对吧 他说那么 我也想这个杯子 对吧 离我而去 但是呢 我不要照我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我愿意照天父的意思 来重就 对不对 很多事情不用不失 很多东西 我们一直想 神说话 就一定重就什么 扫若也重就什么 都不重就什么东西 除非你 你怎么回应这个 你怎么回应这个欲言 怎么回应 回应这个福音 怎么回应 耶华神对你说话 你弱怎么怎么样 旧怎么怎么样 没有必定的事 除非什么 你就跟着这个欲言走 可以 好 一定 记者生活 睡意无求 记者就是指 气眼上的 什么 记者生活 睡意无形 经过前的生活 睡意无形 怎么了 你活在神的旨意 就是按照神的旨意 生活 每天 生活在神的旨意 对啊 就是 对啊 那么 你还以从生活 经过前的生活 最由神旨意的生活 所以说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一点 就是说 都是一个 前后呼应 包括神 神对于 神对于 提摩天 以后的职份的设立 他都是一一乐成就的 不要斥责年长的 要像对待父亲一样 劝劝 对待青年男子 要情同手足 对待年长的妇女 要情同母亲 对待青年女子 要心思纯正 视他们如姊妹 要敬重和帮助 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寡妇 如果寡妇有儿孙 就要叫他们的儿孙 在家中学习 尽孝道 奉养他们 以报答养育之恩 这是上帝所悦纳的 真正有需要的 无依无靠的寡妇 仰赖上帝的帮助 昼夜不住的祷告祈求 但贪图享受的寡妇 虽然活着 却已经死了 你当教导众人这些事 好叫他们无可指责 谁不照顾自己的亲属 尤其是不照顾自己的家人 就是违背真理 比不信的人还坏 列入名册的寡妇 必须年满六十岁 在婚姻上从一而终 并且在善事上有好名声 如教养儿女 接待外人 服侍圣徒 救助困苦 竭力做各种善事 不要把年轻的寡妇 列入名册 因为他们情欲冲动 无法持守 对基督的尾身时 就想再嫁 以至违背了 起初的誓言而受审判 况且他们不仅 懒散成性 四处串门 还说长道短 好短闲事 搬弄是非 所以我建议年轻的寡妇 在嫁 生儿育女 料理家务 不要给仇敌 毁谤的机会 因为有些人 已经先离正道 去追随撒旦了 女信徒的家里 若有寡妇 就应该自己照顾她们 免得加重教会的负担 这样教会 才能照顾那些 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 这个是教导提摩泰怎么样跟不同的人说不同话 鸿沫里的问题 如果有寡妇的问题 是不同的案例 不同的怎样去做 不是一棒打死 首先呢 告诉提摩泰怎么样去对待 不同的年长者 不要斥责年长的 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劝他们 对待青年男子呢 要情同手足 对待年长的父女呢 要情同母亲对待青年的女子 要心思纯正 是的为夫子妹 要敬重那些真正的学话 就是说 年长的 你不能就是说 就是态度啊 就是说 你必须要把这个态度扳重 还要像父亲一样对待他们 就是说 你的态度 就是说必须要 要拉近点 就拉近关系 对待青年人 情同手足 他都是什么 就是说 把这个本来没有关系的 在拉近一场关系 能明白意思 就是本来都没有这种 这个 血肉关系 但是呢 我们既然在 既然我们说是一家人 对不对 那么就把他一个关系 拉到这个 像亲人一样 关系 去看这些事情 那么 年长的父亲 青年的情同手足 然后年长的父女 母亲 对吧 青年女子呢 心思专重 这种帮助 对于寡妇的问题呢 就很多 就说 为什么呢 因为寡妇很多 你知道吧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寡妇都列入教会的帮助当中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不同的寡妇 他有不同的工作能力的 所以说 对于这个 你比如说 难道所有寡妇 我们都要就这样帮 就是 都是 怎么说呢 嗯 我们要养活他们 对养活他们 我们整个教会都养活所有寡妇嘛 那么这样的话 造成问题 年轻不工作了 那么寡妇天也被养了 我三十岁 我双寡妇了 天也被你养了 想你一辈子 所以说 我们就把这些寡妇呢 也分为几类 所以说 这就是教会管理上出现问题 我们通过寡妇的问题呢 以后你就知道 我们教会里面也是 很多的问题也是一样 我们根据 不同的情况 提供不同的帮助 对不对 不是说 所有的问题 我都要帮助 而是说 要分析问题了 所以牧师要分析教会的问题 牧师要分析教会的问题 怎么样帮助 他的比喻最好帮助 对吧 咱们看一下 如果寡妇有儿孙 那么你看没有 如果寡妇有儿孙的话 叫他们的儿孙大家学习尽道 奉养他们 报答养育之恩 什么意思呢 那么如果这个寡妇里面有儿女 如果有儿孙的话 有儿女的话 就可以不用连 连累教会了 就可以不用让教会去 呃 去这个 去顶这个 他的家庭 这样的话会 就让教会 就是 负担 对负担比较重了 所以他既然有儿女的话 就可以让他什么 让他儿女 让他儿女呢 学习 怎么样 进校 怎么样去帮助 因为他既然 有家人 家人是信徒 对不对 既然有家人信徒 那么他们就可以了吗 他们就可以来帮助了 寡妇 对不对 他有儿女吗 对不对 就可以做别人的事情 对吧 嗯 对对对 但贪图享受的寡妇 虽然活着 却是已经死了 就是说 这些约寡妇呢 就是说 想冲教会里面 这个 吃喝呀 他今天 今天呢 要好吃懒惰 其实活了 也就死了 这样的信仰吧 有没有都 他都基本上没有 对吧 再说 为什么说 要去判断 判断他到底 判断他到底需要帮助 那么 你当教导众人这些事 好像他们 我指的 谁不照顾自己的亲属 尤其是不照顾自己的家人 就是 违背真道 对吧 所以说 尤其是不照顾自己的家人 就是违背真道 比不信人还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 对不对 那么我们理当 去照顾自己的家人 不能 忽视家人的需要 忽视家人的需要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所以说我们 对吧 我们是尽心尽力 爱诸我们的神 对不对 其次什么 爱人如己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不是说 不爱家人 有人说 我追求神了 我也不爱我的父母了 我也不爱我的儿女了 我也不管他们了 任由他们了 反正我能追求神了 这也是不对的 那么你要有责任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要有你的责任 那么你既然 爱神了 那么你是不是说 爱自己的家人呢 对不对 需要爱自己的家人 所以说需要 你要有责任 要不然的话 你就是违背真道 比不信人还坏 比不信人还坏 就是说 你不能说 打这个追求 这个福音信仰的名号 然后你就不计你的责任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对吧 你要追求神 那么不好意思 你也要 你也有家庭责任了 就好像 我今天来了 比如说我追求神 我杀白白不管了 那么小几弟个不管了 那么爱他打弟 对付我当乞丐 当乞丐 还把他们说追求神了 哈哈哈哈 他们流浪监图 流浪监图 我也不忘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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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也是有 就是说 这个也是个有问题的事情 就 就不像你 就不太像一个信徒的样子 那思维逻辑有问题 你知道吗 他有问题了 还是说什么 我们都要尽责了 不是说你不在乎对你的家人了 对不对 对吧 你追求天国的道路当生道 你要尽 你要尽你的本分了 不是说我们不尽本分了 对吧 对吧 不是说你 你无狄不娘了 对吧 谁都不要了 还是说还要看顾 还是要看顾了 这是个问题 对吧 列入名册 寡妇必须在60岁 你看他们还有一个 对吧 有个年龄限制 对吧 那寡妇呢 因为一旦 记录随属于寡妇的话 那教会可能就帮着他 对不对 所以说 什么样的年龄 可以列入里面 对吧 那么60岁以下列不列 对吧 他只是列入什么 60岁以上的寡妇 可以列入当中 对吧 在婚姻上 从一而终 并且在善事上 有好名声 对吧 如教养儿女 接待外人 服侍圣徒 救助困苦 结底喝善事 你还要做意思 对吧 他有标准 你说发现没有 能列入到里面人 他还要干什么活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 他卡纳你 对吧 可能你是六岁寡妇 但他卡你 你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善事上 教会服事上 是不是有这个贡献度 没有贡献度都不要你 所以说有些事情都 都是跟我们所谓先想的都不要 不要把年轻的寡妇 列入名色 因为当他们情欲冲动的时候 就无法持有对基督的伪真实 那么就像代价 以致违背了起初誓言 说什么 什么意思 比如说女人吧 就是说 他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说什么话 我发誓 他三十岁老师 我发誓 我一定的好好 效忠于耶和华神 后面就情欲发动了 天天想着 这个婚姻问题 还想着 不受不了了 我等他结婚了 你这样的话 你像耶和华神发誓 然后你就做不到 那么你不就是 最后什么 落入神的审判了吗 是的 你是像耶和华神发誓 你不结婚了 我一会儿 效忠耶和华神 以后呢 你又想结婚了 情欲发动 虽然说 有人说 你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事情 你发誓的话 你守不住的话 你不是 你不就接受 耶和华神审判吗 因为 因为你像耶和华神 重度 最后你就做不到 是不是 为什么说 什么事都不要去取 不知道 不知道这一所发誓 什么样的誓言 对不对 所以说年轻的寡妇 就是年轻的寡妇 是吧 保罗的意见是吗 光是他们不仅 懒散重庆 四处串门 还说成 报管 后管前事 班总示威 所以呢 我建议他们 保罗建议是吗 年轻的寡妇呢 可以再嫁 既然你要成为寡妇了 从丈夫死来好 或是离婚也罢 干什么 那么你又在下 你又在下 生儿育女 料理家务 不要给出题 推草 不要让别人看到你 不像基督徒的样子 天天 串门 叶丁一样 叶丁一样 今天不是干操你玩玩 对不对 没事 说 说上道座 叶丁一样 今天饭呢 咱们做好点 没事干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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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事干了 太闲了 就是偏闲了 工作也不公布 靠到教会里面 吃住 有房子住 有吃的 有嗨的 对吧 对吧 特别串啊 串啊 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 一种问题 所以说为什么说 遇到这样的 是种寡数呢 对吧 还不是说 你赶快嫁了 赶快找到地形 对吧 就和你们 你嫁了 好好地 双丁一女 好好过 过双丁生活 对没 同时呢 像普罗里说什么 因为有些人 有些这样的妇女 你知道吧 年轻妇女 有些这样的人呢 已经偏离正道 你们追着撒旦了 你就知道了 亲戚发生过 就年轻的寡妇 已经无事可做 然后呢 今天胡思乱想 已经追随 追随魔鬼撒旦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为什么说 教会管理 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教会管理 教会管理有很多问题 所以说 根据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事实 然后我们做出 怎么样的判断 不是那么简单了 教会里面的问题 是很多很多的 一些 复杂性的问题 很复杂了 所以说要 把这些问题都分开 然后开始 针对这个问题 怎么操作 对那个问题 怎么操作 确定不是一棒打死 那么简单的 管理 是要动手的 和管理 你就知道 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你就知道 牧师 牧师花了很多时间 干什么事 牧师干什么事 牧师不是讲道 那句话 牧师不是负责讲道 管理 管理 对 做管理 牧师主要不是负责讲道 所以说 因为我们以前不知道 最后刷下职份 就是牧师和老师了 对不对 其实这么都不知道 我们牧师干什么 牧师不是负责 那么你看 那么你看动作里面的话 你看 你看 让一遍中讲道 什么都这样 都不是 他都是属于家庭管理的 牧师负责很多板块管理 都会详细说 你们去看 细节 这是牧师赎信 这是牧师赎信 你就会看到 牧师 牧师在教会里面 责任 他的责任是什么 他的责任 他会遇见上问题 对不对 各个问题 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尤其是那些 心情传道和教导人的 理当得到 加倍的尊敬和报酬 因为圣经上说 牛在踩骨时 牛在踩骨时 不可拢住他的嘴 又说 做工的得工价 是应该的 若有人向你控告长老 必须有两三个证人 否则不要受理 那些一直犯罪的人 你要当众责备他们 以警戒众人 我在上帝和主耶稣基督 以及蒙拣选的众天使面前 吩咐你 要遵行这些话 不要有成见 不要献心 为人行按手里 不要操之过急 不要沾染别人的罪 要洁身自好 你的胃不好 经常生病 不要只喝水 要稍微喝一点酒 有些人的罪很明显 自招审判 有些人的罪 日后才显露出来 同样 有些善行很明显 不明显的 也不会被长久埋没 那么这是针对于这个长老的工件的问题了 就是说 你们发现 连长老都有他的工件 连长老 知识都有工件 你们是不是教育者 没有听说过吧 他要给长老还是工件 有工件 长老有工件 那还有 长老有工件 对吧 所以说 对于长老的 也是新奇 这个工作者 对吧 他们都 都给拿了工件 然后呢 对于这个犯罪的人 对于这个指控长老 长老 本来这个长老 这个 本来的设立 有很高标准 对不对 为什么说实话 说 必须有两三个建设人 否则不要受理 为什么 有人会害长老 无信 那么无论的诽谤 对不对 就是诽谤 对不对 因为本来是 这个 血麻长老的时候 是高标准 对不对 但是长老 在很多时候干什么 得罪人了 对不对 他指出你的问题 我说他对象 在教会的监察官 对不对 看到一个人 在行为不好 他就要指得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 得罪人的时候 人可能就会诽谤 诽谤上了 就说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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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严长老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必须有两三个先上的人 否则就不要树立 你这个人 他实际是诬告的 你知道吗 没有两三个人 都这样说 都有重拒 所以说 任何事情 都有重拒 重拒 对不对 对吧 那些一直犯罪人呢 你要当众 自卫相对 以借众人 一直犯罪人呢 就要把公开 拉出来讲 就不可能 让你隐藏起来 意味着吗 这是对公的问题 不要有重建 不要偏心 所以什么事情呢 都要 都要尽一尽力 听门他本人呢 也是什么 听门他本人 其实这个位置不好 听门他本人是位不好 为什么说 在这里呢 又现在喝一点酒的原因 他的位置是不太好 所以用酒来做 做这种调节 还有对于罪呢 就是说 有人说明显的 自招审判 因为人罪日后再显露出来 所以说 这全都是关于 这个长老啊 还有这个关于罪 我们怎么样 去公开啊 他还是一对一 一对一 所以说 他在这方面 有个这样的教导 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说 那个怎么 我也能行暗手礼 不要操之过去 这个事 对对 我也想问这里 就这样 对于这个方面的话 会行 行这里的话 可能有两件事情 比如说第一 是案例执分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 案例 事理 事理长老啊 事理这种东西的时候 不要操之过去 到先设了什么 先设了这个考验 那么先设考验 应该是 针对于这些 应该是针对于 这个设立的问题上 讲了 所以说行 按手 一般情况 那么都按手 给别人 给别人 不是不是祷告 不是不是祷告的问题 他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 都是指在这个案例 这个问题上 不要操之过去 还有后面那个 不要沾染别人的罪 要节省 之后那个什么 就是不要 别人犯罪 那么那么 那么你就远离罪恶 那么你为什么要 轻轻罪恶吗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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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想让那些 嗯哼 后面那个是说 不要只是喝水 要稍微喝一点酒 我看原来我在那个教会里面 他们总是找这个 经文的 为借口去喝酒 哈哈哈哈哈哈 都是体谋带 胃不好 都是胃不好 都是胃不好 哈哈哈哈 然后有些人 他也没有胃病 他就觉得 你看 你看保罗不是这样 听不太喝酒 他们是说 喝提摩带酒 这样说的 提摩带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人这么说的 哈哈哈哈 有人这么说的 真的 提摩带酒 哈哈哈哈哈哈 请不太喝酒 哈哈哈哈 请不太喝酒 哎呀有了 哎对了老师 那如果按按手里的话 那呃 提摩带是个牧师 他可以按手吗 他可以按手吗 呃 你要长老吗 长老吗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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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会里面 呃因为 呃因为呢 呃牧师需要长老和知识的帮助 对 所以说在教会里面 呃这两个是由人案例的 哦 这两个去这两个职分 就 因为你看没看到提摩带 案例的时候又不一样 就是预言 对不对 对 他是发了预言 因为是神说话的 他是就包括预言 啊 啊 对于长老和知识 不需要恩赐 这个不需要恩赐 啊 长老跟知识不是属于恩赐啊 你们认为神恩赐吗 哈哈 哈哈 长老哈 没有了 你这么说 对 不知道 张老和知识不是恩赐 这刚刚说了他选拔的标准啊 对对 他不是属于恩赐啊 他他只是一个有人善慕管理监督的工 他善慕 善慕 不是就是可慕 想作识监督的工 所以说 那么可以 因为本来就教会你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对不对 所以说就就用一些标准高标准来卡开他 那么他就可以做这样的不适 对吧 他不是原词 所以说这个呢 就可以 嗯 包括这个大家们的认可度啊 提名 提名 这个这个就可以 投票 对 这个可以提名的 他们都是一是认为 谁有资格 配得 做这个长老 同时呢 他们还说 以经文标准 别标准 对吧 对 对 长老是可以的 恩赐 因为恩赐是神设立的 对吧 恩赐执范是神给的 恩赐 我说有也不叫有 对吧 恩赐执范是神设立的 那是不是那个 牧师只有这个安逸长老 跟执事的这个暗所只有这两个 对 因为他 其他没有什么东西了 其他还有一种吗 没有了 后面就是 因为职分设立 恩赐设立 是先知的事 只有先知才行 因为其他人也不知道 你说 没有先知的话 你说你的恩赐职分是什么呀 谁知道了 谁知道谁呀 对不对 能转个班了吧 对吧 因为我们不知道只有神做设立的 只有神知了 对不对 那么比如神参与说话 那么我们知道长老和这个 呃管 呃长老 我就开始看这个 好 上午的话 哇上午这个这个是这个有话来了 就是什么意思 一个教会 这这就算算是一个教会的整体图 怎么怎么回事 使徒和先知 先把他放这里 因为先知呢 是比较龙活的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职分方位 啊 所以说教会是建立的使徒和先知 跟其他 对不对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是算什么 就是耶和华神先拆遣 就是耶和华神 就是耶和华神先拆遣 先让他去做这个功 先拆遣 先高丽 先拆 神要亲自参与 就是说 神像教会的 神像教会的起点 但是起点是谁起点 对不对 是牧师作为起点 老师作为起点 还是说行神记作为起点 还说谎言作为起点 起点 起点 起点是使徒作为起点 因为先被拆遣嘛 奉拆遣对吧 先是奉拆遣 是不是这样 是吧 先奉拆遣 所以说他们两个搭配 只有使徒和先知 他们两个是吧 现在是奉拆遣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开始带着神的启示 带着神的启示 他们带着神的启示 开始干什么 建立教会 是不是 像是耶和华神高丽保罗一样 是不是 保罗就开始出去 是吧 保罗跟这个先知 希拉 他的大备合 是不是他处于建立教会 是不是 他们两个对不对 是吧 耶和华神带着他们 开始初步 建一个教会 两个教会 三个教会 四个教会 所以说你发现了 使徒他的工作岗位 他的圣工 跟建立教会是挂拐的 建立教会是挂拐的 他们处于建立教会 其次是一个点什么 神学院 神学院就是说 装备圣铺的地方 装备 你是不是需要学习过来 你是不是需要 过来学习 你就说 你是不是需要 就说 基督徒 月轮满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装备 为什么有神学院这块呢 那么牧师 老师 包括传 福音传道了 那么他们是没有什么启示 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先装备 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要装备真理 对不对 对吧 神学院就好像什么地方 好像一个这个装备真理的地方 神学院就好像一个装备真理的地方 装备和神家领区的地方 这是神学院 所以使徒呢 也是把控这个神学院了 真理装备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作为教墓一样 作为作为教墓 作为教墓 装备好了之后呢 他是不是就开始 有的人 就说恩赐就开始 就说开始凸显出来 就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耶和华是神所设立的神家领区 里面有什么 有牧师 对吧 有牧师 有老师 有传福音的 有多讲道了 还有其他恩赐 对吧 有其他恩赐对不对 那么神就开始 开始干什么 把他们开始分配过去 是不是 分配在教会里面 然后呢 分配教会里面 比如说一个教 比如说现在开始针对性 一个教会了 对吧 使徒呢 针对于是一个 宏观上的像 宏观上的 那么很多的教会 对不对 包括神学院的学习 装备 但是呢 但是后面职分的设立呢 共处针对于一个教会 职分的设立 顺功 针对于一个教会 这这个是很大的区别 能不能看出来 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说牧师啊 老师什么 他们共多是针对一个教会的 嗯 他们共多是针对是一个教会的 嗯 因为 因为一个教会里 你比如说一个教会里面有二百人嘛 比如说这个教会有二百人 那么这个教会呢 是不是需要人管理 是的 如果这个教会有二百信徒 是不是需要牧师 老师 对不对 对 对吧 其他职分 是吧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教会里面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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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上午那时候 我觉得有点恶心 嗯 嗯 对吧 所以说这个教会里面有二百个信徒的话 有二百个信徒 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个领袖来管理这个事情 所以说神就开始在社里面有这个像提摩天牧师教会管理教会了 对不对 那保罗的话 因为 因为什么有问题呢 保罗 嗯 保罗的话 因为他他需要可能要兼顾 又要兼顾神学院 又要去兼顾呃各个教会的话 他并没有时间在一个教会里面管理 嗯 嗯 因为你发现啊 保罗一直在那跑 嗯 一直在那跑 他更多 他可以兼顾 但是他时间 但是时间是非常有限啊 所以呢 教会呢 就会就要出现 就夜华时代社里什么 既然保罗 既然保罗一个人做不了这么这么多工作 就是共作什么工作 细节啊 保罗就是做不了这么多细节的工作 对不对 因为你细节的话 他他他要针对于每个信徒 每一个信徒是不是 嗯 你比如说五 你比如说四个教会 如果每个教会有二百个人的话 就有八百人 嗯 比如说保罗都能兼顾八百人 嗯 是不是 一个教会有二百人的话 他是不是需要 他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兼顾 对い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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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因为 保罗不可能落实到每一个信徒的生命 所以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有人去做这个这个这样的一个看破 他需要做 如果没有人去做的话 这个教会可能就沦陷了 虽然保罗传福音给 虽然保罗传福音可以给200人 如果没有教会领袖的话 就会出现了格林多教会情况 马上是吗 这个教会可能可以进行瓦解了 对不对 是因为没有实验领袖 对不对 你们想想是不是没问题 你们想想是不是不是 如果教会没有实验领袖 如果教会 如果我们只是见教会 就说白老师今天 我跑了跑去跑见见见见见 就刚刚是见教会的话 你把人错在那里 只是把人错在那地方的话 能不能问就来了 你把人错在那里 那么这些人 他能不能自己兼顾自己 不能 是不是就出现这儿那个问题了 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这样 就说信徒很难自己兼顾自己 信徒很难自己兼顾自己 所以他需要牧羊人 他需要牧羊人的牧羊 对不对 所以说教会的职份就开始在这里 神就在设立了 对吧 一家教会200人 那么神就在设立牧师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读那个提多书信 跟这个提摩代书前说 你会发现了 牧师的榜本是什么 管理 对不对 他供多是什么 他供贵 他供 就是教会那边 所有的版本 都要去罢工 比如说 他要负责 长老的设立 长老设立是负责家庭 就是牧师 要负责一个家庭 牧师要负责一个家庭的生命 还有矛盾 辅导 教教师里的家庭问题 对不对 还有什么 他要负责什么 老师 对吧 要去把控 这个因为 因为比如说每一个人的信徒的 这个真理的认知度 是不是 这个就是老师的版本 老师负责 每一个信徒 对于真理的认知 到底是多少 就罢工了 但是牧师要去监管老师 去看这个东西了 就是说老 因为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吧 我们现在是不是 虽然听我讲到 说每一个人的 对于真理 对于解答经文 对于这些 这些真理上的 每一个人 从事都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就需要 因为老师 每一天 都要去跟进了 每一个人都要跟进了 你在什么上重复上 就要打电话 你约 诶 诺老乡 怎么样 今天我今天呢 我我们要到教会里面去 来学习了 我我针对你哪个版话 哪个问题不懂 我们赶快去学习 对不对 第二天 能老老师要大 一对一往或一对多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 周一到周五 可能是 更多是 谁 谁不工作 对吧 周一到周五 谁不工作 那么当老师 你比如说哪个当老师呢 呃小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呃 分析地上 对不对 就要什么 谁今天不工作 打电话 过来什么 学习 监督学习 把每个版块 能搞明白 周一到周五 周日的话 怎么就 就会设计到什么 班级课堂 或者晚上 就是什么 就是呃 分析就要开始设设计一个 课堂方案 今天我们要把什么 呃 比如说 一次的就有 永远都是 是个错误了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 哪去哪一个点 哪一个点搞明白 今天晚上我们学习个课程 看看 就是说针对于信徒 他老师需要把控 每一个信徒的教导 把控 他就要花时间了 对吧 周平日讲 周末 班级课堂 班级课 一对一的服饰 这是老师的工作 但是牧师干什么 牧师要 要 要干什么 比如说严定是牧师 要跟那个冯西定说 现在教会了 现在学习情况怎么办 现在真理学习情况怎么样了 大家们现在对于真理的认知度怎么样了 需要把控 牧师需要把控 教会了对于真理认知度的把控 老师负责教导 对不对 是吧 你看到 你看 现在我现在细节化来 你看到工作量 工作量 这就是该先研究工作量来了 对吧 老师负责每个信徒的真理的学习 现在20个人 比如说如果200个人呢 200个人就工作量大不大 但是要负责200个人 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信徒人 真理的认知度 牧师也要去观察 监督什么天空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是老师 然后我说长老干什么 长老的话要负责什么 因为牧师还有什么 还有家庭上的婚姻上 各种上的问题上辅导 你知道吧 对吧 这个时候需要长老一块 牧师可能带着一个长老 就要去家庭管理上了 一些问题了 然后同时呢 还说什么 如果很多家庭不要忙 牧师还有长老朋友还分开 对不对 一个很多家庭了 200个人 很多家庭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这要去探访 然后每个时候 长老也去探访 各个家庭 现在怎么样了 这个上是针对于生活上了 更多是针对于现在 生活上的生病例 生活上的这个把控 就是说 就是长老呢 牧师要把控 这个一个人家庭上 生活上的问题 生活上 每个家庭都要负责 每个家庭都要负责到位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 这是生活 然后这是老师 对于讲道员的话 这一个周 这一个周 三四场讲道 这一个周 讲道人员 这一个周 三四场讲道 每场讲道 两到三个小时 对不对 那么 讲道的话 包括负责平时讲道 周末讲道 所有讲道 是跟讲 讲 谁有讲道 主要负责这个周的 讲道了 会证 这是属于会证讲道 讲道不属于一对一讲道 讲道不是属于一对一讲道 对吧 所以说老师可以一对一辅导 那么他在哪个地方不懂了 对不对 真理打入 对不对 他可以一对一 但讲道的话 是会证 就是会证讲道 会诞讲道 他是负责 会证讲道了 每个周的讲道 都是他来负责 每个周 三到四次 每次 两到三小时的讲道 都是对于他来负责的 讲道 会证讲道 会证 比如说 周一 周三 周五 周日 对不对 周一 周三 周五 周日 你比如说这四讲道 全都由以丽莎 负责 每次讲 大老师 这四上讲道 你来负责 别人 别人 但是这个讲道 是会证讲道 拿重点 怎么讲 你要去预备 就讲 讲章 这个就讲道了 对吧 所以你发现 老师的讲道 他们俩就分开了 是吧 因为老师只是 老师要把控点什么 每一个学生 现在对于真理的情况 对不对 然后 针对各 各 各体的 各体上突破 各体上突破 老师针对各体上突破 还有时候 有时候开个课堂 班级 有时候周末 开个课堂 对吧 是老师 对吧 牧师 牧师长老 他们怎么拿着 每个家 家庭里面去探访 家庭情况 把这个家里的和 很和睦 都要把控 对吧 这个讲道 传福音的也是一样 他们要负责 出去传播福音 但是我们今天 从书楼庄讲了 以前的话 他们就要到个地方 去传福音 每天 每天八个小时 从早到晚 找着传播福音 跟人辩论 传福音 去传福音 这个事情 对吧 还有敬拜祷告了 对吧 那么敬拜祷告的话 要负责什么 教会里面的早早 每一天的早早 早早 每天做 祷告 晚上祷告 每一天的 还有敬拜祷告 负责每一天的 负责每一天的 祷告 敬拜 财务 饮食 牧师 每个板块的把控 对吧 跟我们以前认知 是不是完全是不太一样 对不对 你这样的工作量的话 你想想想 你这样的工作量 你一个 如果真的把神家工作做起来 一个牧师 一个牧师 他能一会儿都干了 又又看护家庭 你又本身 你看护好了 你别说 你去一个时候去几家 送个牛奶也过去了 那不叫辅导 那更不叫什么 家 家庭上的这种辅导 对不对 因为同一席地 我们都去过 对不对 是不是 去了之后 就是 去了之后 说说 说几分钟话 早早就走人了 一家五分钟 他不叫什么辅导 根本就不是 他根本就不是要探访 根本就不在乎人家 就根本就不在乎 对不对 根本就不在乎 这种辅导 没有什么辅导 对不对 一个家庭辅导 你至少一天 很多事 对不对 一聊 对不对 一聊 肯定少一天了 辅导的 哪这么简单的 你刚说一个周 你想你排好 一个周七个家庭 二百个人的话 很多家庭 你就说 一个月能排到家庭 所以说 教会服饰是很忙的 应该是 你说你现在 刚有个牧师 你牧师 如果一个牧师 你真能干什么活 你能干什么 你累死你也干不了 是不是 你没想到这活 什么 这真的干下去 牧师要关心每个家庭 还要关心每个 教会的每个信息 就是学习的 现在是重度 教会每个信息 都学习 他要把控 把控完之后 讲道 每一天 就是一个周 四次讲道 念讲 你还预备讲 对不对 你预备讲 上完了之后 你还要 你还要睡传福音 对吧 睡传福音完了 你还要导过 幸运办 你还要也在 你就算了 你就 你能干了 你能干什么活 对不对 真正服饰 你根本 根本不可能了 是不是 真正服饰 真正服饰 是不可能 真正服饰 你在企业里面 他为什么需要 有什么 你看没有 有这个 你不是一个教育机构里面 有这个课程研发部门 叫课程研发部门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还有这 还有老师 第一线老师 负责授课老师 研发部门 授课老师 然后还有这个市场部 市场 销售 销售部 对不对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 教育 教育主任 把去主任 把控这个这个 这个整体了 还有校长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他哪里有那么多 所以说 你就知道 我们之后真的 如果真的 咱要扶持起来 每一天 我给你讲 都忙着我给你讲 不可开交了 从早到晚 到晚 你可能饭也吃不上 真的 如果真的忙起来 每天八个小时 还不定够 每天八 就 你可能一个周 都没有休息 如果真的在校困着当 真正服饰起来的话 真的把人的灵魂放第一位了 真正是以灵魂 刚才我 刚才我说了 你看设计的 每天都很满的话 你这样的信徒 兼顾 写的速度快不快 你想想 每个人都在港币上 把空为各干各的活 对不对 这都要服饰 对不对 不管是你在生活上 家庭当中 有人照顾顾 还有在真理上 有人顾顾 对不对 还有会堂里面讲道了 还有说是祷告了 你看多少 多少的服饰岗位 就是为了你的灵魂 就说白了 为你一个灵魂 多少的服饰岗位 围绕着你 围绕着你 是不是 那么长老 老师 讲道的 是不是 牧师 是不是 还给你祷告了 至少五个岗位 至少五个岗位 为你的灵魂 来守望了 至少五个岗位 这就是客观事实 对吧 至少五个岗位 为你灵魂 这就谈到成了 工价的问题 为什么说有工 就说有工价 是因为 你在这里面服饰人员 没有工价的话 你想让五个岗位 他服饰你 一个岗位都没有 对就是 就是那么回事 人家都开滴滴 人家 对不对 牧师也走了开滴滴了 对吧 然后长老说 今天我也要开滴滴 都在开滴滴 都去开滴滴 我们所在岗位都在开滴滴了 对不对 都没有说是深的 如果没有 咱没有工价的话 你得看到这个 这是很美好的画面 这是一个教会里面 越晓越的美好画面 如果没有工价的话 所有人都是滴滴告 所有人都是滴滴告呗 他都是司机师傅 严师傅 拍滴滴的空隙 在你的空隙时间 我赶快来服饰你 太好了 来来来来 走了走了 单一来 我没办法 我现在 所以你们知道 很坚实 这个是这事 所以你说 工价的目的就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保证什么 就是说 如果有真正教会运行 就是说 你比如说 比如说有20个人 一个人如果1000元的话 一个月 就是说 这20个人 如果一个月能比1000的话 就有2万元的 这个一个月就 这个工价 咱不许说风险 不算风险 就算工价 只有2万元的工价 2万元的工价的话 就可以分配到他们身上 就可以保证 4个岗位 就可以保证4个岗位 正常运行 如果有20人的话 每个人1000元的话 就可以保证 4个工作岗位 开始运软性了 开始运软性了 你就知道 为什么说 如果没有工价的话 一个岗位都没有 人家都有家庭 人家都有生活的 没办法是这样 只能说 出个时间来 出个时间来 来给你服侍服侍 但是你要想 人家是为你的灵魂 人家都是为你的灵魂 那么你为什么 那么你的灵魂被兼顾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给予工价呢 是不是 为什么刚才说长老 对不对 长老的问题 就一样道理 是人家是给你服侍了 人家是花了很长时间 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来给你服侍 让你去往天国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 为什么说 就只有这样运行起来的话 每个信徒都参与 这才叫什么 每个信徒都应该干什么 参与这个施工 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是吗 带动起来 总的施工 真是这种施工的带动起来 要不然的话 你不可能了 就不不不 不可能重行了 对吧 你不放 我们说建 这还有厂 还不算厂地费 厂地费呀 是不是 租金呀 那些东西 他都是需要 就那么说需要 重人的力量 你一个人顶 你一个方法 你要使徒一个人顶 什么都顶 你是什么顶不起来 对吧 你把 就你把使徒给累死了 再顶不起来 对不对 那这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对吧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 工价意义 那今天你就知道 工价意义在什么 是因为有了工价之后 每个工作岗位 对吧 这个顺工 就可以起来了 就可以都可以 都可以各按各职 可以各按各职 可以做了 那么有 那么其他的信徒 你比如信徒 你现在没有被案例 对不对 你也没有 你的教会里面 也并不是说 能 能 没有资格 能造就别人的商品 对不对 那么你就什么 该工作工作 对吧 工作之后呢 有资金了 支持教会 对吧 因为 一位信有四个岗位 说服侍你 对不对 那么你该工作 什么 把资金 把钱 对吧 应该是 放我教会里面 都空价 生活费也不是拉着你了 但是你要知道 人家给你的 给你的服侍 那么你就要给他回报 对不对 你不给他回报的话 人家吃什么喝什么 很现实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很现实 都 你说 如果都 都有个所取的心态 如果都所取的话 我们校会 只能让什么 都开地地 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都来 什么 现在不谈贡献 只谈贡价 就是说 有个人来为你 为你的生命而服事 你又说 你又给予你 正当了 工价 都不是 不是风险 只是给予工价 工价 对不对 你上课 工价的问题 不是风险 风险是额外给的 风险是教会 什么需要 对不对 就拿着丁子妹 贫情啊 就需要了 对吧 你比如说教会里边 比如说还有什么 租 租赏地 对不对 那么这要风险 但是人家的工价 你不能缺了人家的工价 你没有工价的话 这个事情 就是运行不了了 所以工价 工价和风险 它马上分开的 对吧 工价是 针对人的 劳动成果 风险 风险什么 是教会所需要的东西 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来 不是说 只是为了说去 如果只是说去的话 你想教会 怎么怎么往前走 很难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教会啊 所以说我们 构家看出了这个教会的发展 怎么样健康 怎么样健康 发展起来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们 都来参与这件事情 都来参与这件事情 对吧 有的人会为你的生命 来 来献上自己 那么你也 有人什么工作呀 什么 你也中了不少钱 对不对 你这钱的话 就拿出来 对不对 你要给予那些 帮助你的人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不能预养起来吗 是不是 对不对 这才叫合乎中 合乎中道 真理 对不对 不是说来 做取的 如果做取的话 这个教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做奴仆的要全心尊重自己的主人 免得上帝的名 和我们的教导 被人泄逐 若主人是基督徒 做奴仆的不可因为同事信徒 就不尊敬自己的主人 反而要更好地服侍他 因为这些接受服侍的人 是信徒 是主所爱的 你要教导这些事 并勉力众人 如果有人传的教义 不符合我们主 不符合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道和虔诚的教导 他就是狂妄自大 一无所知 这种人专好问难 争辩自聚 结果引起嫉妒 纷争 毁谤和猜忌 使那些思想败坏 失去真理的人 争论不休 甚至把敬钱当作生财之道 其实敬钱和知足才是真正的财富 因为我们空手来到世上 也要空手离开 只要有吃有穿就该知足 那些渴望发财的人 却陷入诱惑 网罗和许多愚蠢有害的欲望中 以致落入败坏和毁灭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因为贪财就离弃了信仰 结果饱藏种种追心般的痛苦 好 如果有人传了个教义 不符合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道和潜伦教导 他就是狂王自大 一无所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传了回信 跟这个使公们传过了分信 跟这个耶稣传过分信 你还自己认为自己理解 这就是狂王自大 这就叫我一无所知 那么这种人呢 这种人叫什么 专后问难 终念自取 结果引起忌妒 分招诽谤和猜疑 使那些思想败坏 是有真理的人 终论不休 甚至把仲钱当做生财之道 后面是把生财之道 就说 如果一个人只是说 他不明白真理 他自己以为很聪明 他自己以为知道 然后呢 天天 个人是辩论 这叫专后问难 这叫专后问难 其实呢 他什么都不懂 然后呢 甚至把前生当做生财之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就跟法律赛人 包括有些人呢 他通过这种方式 他为了彰显他自己的前生 打扮得很好 外表很好 然后呢 让你觉得他很前生 然后呢 你因为 因为你的判断标准 是他的外在上一些东西 对不对 失去了客观的判断 然后一位的前生呢 对吧 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干什么 他 他 他明白了你 你相信 只有这样外表 这样前生的话 就 你就会信任 你可能就把钱给他了 其实是这样的事情 就好像那法律赛人 在这个 在这个 马路中间 对吧 船 湿的中间 湿的中间 然后穿着打扮了 就是什么袖子贵大厂 袖子贵大厂 经文啊 各种这样 要白白正正的 抖啊 抖 你看起来就说 这么虔诚 这么虔诚人 怎么能骗我 赶快把钱交给他 有些人就是 怎么有些人呢 就是靠 靠这样的方式 来生财 来 就来发财了 发财了 其实呢 金钱和制度 才是真正的财富 因为我们 空手的世上 要空手 离开 对吧 只要有吃 嗯 这个疼不行 可能是因为 我嗓子会干 干咳 好像 已经扒起了一种 或者说我在想这个事的时候 想这个事的时候 就会疼 因为我嗓子是比较敏感 我嗓子比较敏感 其实进入前 制度才是真正的财富 因为我们 空手的世上 那么要空手离开 我们只要有这个 有吃有穿 就该制度 那些可望 发财人 却陷入这个诱惑 网络和许多的这个 愚蠢的有害的欲望之中 以至于落入败坏和灭网中 贪财 是万恶之根 有人因为贪财 就离弃了信仰 结果报上 种种的什么 微信犯的痛苦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人呢 就是说 通过些 他本来他到教会里面 就想发财了 你知道吗 就有人就想到教会里面 就发财 所以说 他也研究什么 发财之道 他找到了发财之道 就是干什么 装作什么 装作非常前程的样子 装作这种 非常前程的样子 来什么 骗取你亲 所以保罗说 那么 所以保罗这对财人 想什么 那么你到教会里面 那么你难道你不会 难道你是不知足吗 对不对 难道你教会里面服侍 不是应该挣钱吗 真正挣钱 对不对 难道你是为了 就是确实有个问题 有人会啥想 难道牧师来的牧目 是干什么 有的牧师确实 是什么 就是来种钱了 实话 就是来骗钱了 这确实是个事实 有的牧师是这样了 他为了 他的动机 什么 他的动机 来到教会里面 就是什么 他就是来弄 他就是来弄钱了 但是呢 他也研究人的心理 怎么想 怎么弄到很多钱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我们看了个 鱼尔无思丁 对不对 他是研究人的心理 对不对 研究你的喜好 我就说白了 我先就讲你的喜好 你讲很开心 你会不会给钱吗 对不对 所以说有的人呢 干什么 来到教会里面 就是来研究 人的喜好 就是把你的喜好 输了透透的 把你弄浮浮贴贴了 你也开心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开心把钱拿来 就像666在那个 介绍的采访 对啊 他就说吧 他说我让每一个人都很开心 然后他们就贡献给我 对吧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因为教会因为确实什么 信徒呢 有时候呢 也是这样 毕竟也是欠了信仰 所以说有时候教会 你们的信徒呢 也不会产生那种 呃 有的时候他不会 就是我觉得还是这样问题 说我们在中国呢 基本上都不愿意给钱 哼 这是中国觉得很少人 在国外就不一样 国外的话 基本上 他们如果认为你 让我很开心 他的服务 就是他美国服务概念嘛 他的服务费特别高 你知道我很开心 就像小费一样 哎呀 你现在 你比如说 你上一家饭店吃饭一样 你让我开心了 小费我可以给到50美金 50美金啊 我在韩国打工的时候 我当时在加拿大了 餐馆打工我就明显看到 中国人是很小气的 但是呢 那些外国人 特别是那种 是 嗯 来吃饭的外国人 你如果给他们 好好的服务一下 他马上 揣走50美金 揣走25美金 那比那个饭店 那种饭都高 对 餐费还高 真的 这些服务费 全是进入那个服务员的那个 对对 中国人就罢不罢 是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吃个三十美金 你在饭饭吃饭三十美金 应该是负10%你知道吗 对 就是至少负10%嘛 三十美金的话 呃 应该最低三美元 是吧 小费最低三美元 我们 中国人 一美元 肯定会留钱 不能不留钱 但是给你 一美元 哈哈哈 最低 但是一般的手法上 都是最低 你知道吧 最低三美元 但是一般 外国人都不让给 都10美金左右 10美金左右 这个就是这个 所以说我 所以我 所以我想吧 有时候我也想吧 我们把这个文化应该 去算一下 因为我们中国人吧 反正就是不会就是 我们先假设对方就是骗钱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 所以说我们不会牵扯到认为 这个人是不是来骗钱了 嗯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 可能跟我们没有什么 还做关系 哈哈哈 因为 就是 任何人为你要钱的 你你都认为说是骗钱了 是 都明白 都现在明白 但国外就不一样 我说国外如 你真的是一个 一个讲员 像游尔欧斯丁 让大 让大门都开心 他他一天 一晚上 可能有一百万美金 嗯 你晚上 一百万美金 你又想知道了 你就知道 有的人其实当牧师 你说他在美国当牧师 是很那个 是很 在美国当牧师 你这个 房子 车子 然后 就收入 他都是 都都是 没法界断了 都是 很难 当然 什么 当然 你不是说那种 像美台金会上 像那种我说 像崇神学这儿了 李文派这儿了 你没法去断 你搞个套会 你想想搞套会 西班牙你出去 出去 出去搞套会 每次都住总统套房了 两万七美金 两万七美金 一晚上 就是一天要 一天要 一天要刚住住个房子 就要我花 约二十万人民币 一晚上 二十万 小岁 你又知道 在国外会 确实是什么 因为 因为他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机会 一个人生活神器啊 敢鬼啊 好多人啊 你服务好了 人家的钱 都都都都 不太 因为他本身有服务 就是 他本身就是概念 你给我服务 对不对 我给予我的回报 人家本身就有 我们就 嗯 嗯 不会有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把什么 来讲到人啊 或者说 老师呢 都定为什么 骗不钱的人 我们是这样定为 全都骗不钱的人 就是什么 所以说我发现这个点 所以说很难吧 就没有那种服务 就是服务性意识 就是 真的那种 真的那种 嗯 按常理啊 按常理的做事就没有了 在交互里有什么难 你说 嗯 人家说 那个 你的派还有那些什么派的 一讲到 我就讲到别人很开心 人家一开心就给抢了 对不对 嗯 那如果我们出去讲的话 可能一讲 别人就愁了 不然就走 可能我们还要 还要 靠前去 对 那从此以后就 就那个没了 机会没了 讲完一次 然后上次就没有了 就讲到了 多管他们爱爱所处 嗯 嗯 嗯 两个一半都走光 就跟耶稣有 耶稣有 耶稣一讲到 然后本来很多人跟随 他一讲 哈哈 这个道家别人都是开心的 对 还要放下 对 所以说 所以说我说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比较 比较难 是我们太 太太索取了 嗯 我们的文化也是属于 作曲文化 嗯 作曲能 能占个小便宜吧 绝对会占 占个便宜了 为什么拼多多呀 国外拼多多 为什么一块搬起来 为什么还有什么 呃 因为我们的广告推销 包括我们的那个 影响战略 他都是什么 以免费啊 低下根啊 来吸引你过来 这也是符合中国人的这种 关心的 在国外怎么会的 国外 我又跟你说 我有讲一个这个店是吗 呃 在国外你开个老店啊 就开个这个这个餐饮店啊 你如果 我给你讲 你开个新 就是你开个新的那种餐饮店 没人去 嗯 不像我们国内 我们国内是什么 喜欢 喜欢去品 新鲜的东西 你知道吧 哥们就是我们不注重什么感情 嗯 不注重那种品 感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知道吧 为什么说人家老店的话 他们不管周围开什么新店 他们一直为什么去老店 他们去老店的原因 不不单是因为食物的关系 你知道吧 不是说因为食物 还是什么 跟这个人的感情 打招呼 就是跟人说话聊天 打招呼 你对待我很好 所以我天天光顾你 所以说他们倒闭的都是新店 他们倒闭的都是新店 嗯 不会是老店 但我们国内的话就不可能了 就是这样 你就知道我们国内人什么 很喜欢新鲜感 那种新鲜感是什么 跟 就是没有 咱也不 不关系的感不感情 没有人生味 无所谓 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这样的文化 就是这样的文化 所以说服务概念 都更不用讲了 服务概念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共加喜欢什么 呃 有什么好事的话 或者鸡蛋呀 便宜啊 你想 就便宜几毛钱 便宜一两毛钱 你就会看见多长队伍行吗 你又看到 可以看到多长多长队伍 你又知道 我们是人性 我们是人性 嗯 嗯 就是就是这样的 呵呵 我问人性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你就知道我们内心 这是我们内心真正想法 所以说你就知道 我们在什么样的国家 什么样的文化里面 出张起来了 所以说导致了我们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索取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 总是不愿意给予别人 总喜欢索取别人 索取别人 就这么来了 是的 对吧 便宜 连价 最好不要 好东西 对吧 我们定义的好东西就是 就这样 不要钱 白送 白送的最好 白送 对吧 要钱东西 都定义一种不好的东西 要我钱 对吧 就是不好 这个不好 对不对 好与不好 他不是说 是按照钱来定义的 所以说 这个就是我们要 要突破的一个点 如果我们连这个文化都 突破不了的话 那我们内心其实 不单单能反映出 你的生活方面 其实不反映出 你对于弟兄姊妹 你只有索取 对吧 因为你当你 你当你养生 那种索取的情况 就跟那个那个 那个寡 就跟那个 那个年轻寡妇是一样的 你就只能吃喝玩乐 是吧 你想怎么诈 就想尽办法 诈取对方的一切 而不是想想办法 付出你的一切 你这样的话 教会是 没法进展的 所以说 也我们在这很难 也是很难 这个问题 我觉得突破出来 是要突破什么 就跟保罗 突破出的是文化 突破出的是文化 把你自己认为好了文化 给给丢掉 因为那也不什么好文化 你知道吧 也不是什么好文化 你塑取文化 不是什么好文化 对吧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 坦诚相待 真的是坦诚相待 真的是 把我们的心给交出来 然后呢 都接力的 为对方而活 都接力 不是活在 做什么话 都是什么 来愿意付出自己 那时候 我们教会 开始 开始翻转 重能量翻转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就是就是 他只能说你 你炸去我 我炸去你 你索去我 我索去你 就把你榨干为止 你榨干了 你榨干了 你榨干一个人之后 再想办法榨干下个人 对不对 一个一个榨干 对不对 喜泻 喜泻 w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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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是 所以说我说 我希望我们教会 都都都把那个 抄因为我们的信仰 是干什么 超过我们的文化的 我们的信仰不可能 建立在我们的文化上 而是说 超过我们的文化上 对吧 不好是像我们 我们要改 αν 而起 对不对 我们追求神的人 对吧,只有神旨意的人,我们并不是追求世界的人,我们并不是活在某种文化的人, 对不对,对吧,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说, 你为别人付出,当别人为你付出的时候, 你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怎么就回报对方, 对不对,而不是说,一直诈取到对方,嗯,对吧,把这穴子抽干嘛,把穴子抽干嘛,对不对,对吧,这样的话就很难读出来,好,知识网财,真正财富,对不对,贪财是万的之根啊, 有人因为贪财,就离弃了信仰,结果保住整容的这种,在这里的贪财啊,他不是说,只带着说这个人离,呃,不是说是什么意思啊,他不是说这个人,不在教会里面服侍了,他是因为贪财, 背离了信仰,弄弄掉我的意思,他不是因为贪财,离开了教会,他是因为贪财,不在神的旨意上,例如,一地,一,先知一地的儿子, 嗯,在那个祭祀的位置上,对不对,天天,拿这个钱,拿这个位置来贪,贪钱,对不对,贪图人的钱嘛,因为,哦,因为每个人奉献,是不是给神,对不对,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均过什么时候,对不对,你比如说,你,你,比如说,你要,你要做一个献祭,我,我就想,咱不意思意思,怎么让你献,怎么让你进去,你要献祭说通过我,对吧,你不给个一万块钱,我让你进去,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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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我有,我有权利,我就可以用什么,我就可以用一些便利的手段,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在,如果你当时的幻想,把,把控,这个,献祭这个门,门槛,你去献祭祭通过我,因为,当时,你是不能自己献祭祭祷,你知道吗,通过我,对不对,你不过钱,我不给你干个活,是不是,所以说,有的人,就说,你就发现了,不是说他离开的那个服饰岗位啊,他是什么, 还在那服饰岗位啊,但是呢,他因为贪钱呢,是吧,他用不做这个本,就是,不做神的旨意了,所以说,他不做什么旨意呢,就离开了信仰,这个意思,能明白什么意思吧,嗯,嗯,嗯,但是不做神的旨意了,所以说,离开了信仰,贪钱,就,就比如说,石,石头犹大,就嘛,嗯,对吧,石头犹大,他怎么样,他把耶稣给卖了,是不是,把耶稣给卖了嘛,嗯,对不对,他贪钱了,因为这个钱了,比如说,贪钱了,贪财是, 就是旺子之分,就是说,钱的这种誘惑一场当,尤其是,牧师,什么的,牧师,最容易的,你比如说,有人犯一乱罪了,对吧,哎,杨牧师,得事的,就别说了, 两万块钱,一会儿到这儿了,是不是,那么,你想,想,是不是,对不对,大家别,别,别说了,别管我了,对不对,咱给个钱,交的钱,了就行了,套个关系嘛,是不是,那就是,那就是,那风口费嘛,风口费嘛,那么,那么,人家就不想,你说怎么办,所以说,就有风口费, 所以说,为什么说,有时候说,信徒,信徒,信徒,有时候,可以,这个,呃,控制,这个牧师,也是因为这样的,为什么,信徒会控制牧师,也是这样的,也是因为什么,因为信徒拿钱来控制牧师, 因为我看过很多,我看过很多,你比如说,你比如说,美国教会上,在实习院读书,读书班的学生,是不是要到,到教会,教会里面认职,对不对,对吧,因为,教会是,教会是聘请制,教会是聘请制,对不对,是不是,他们会有工资吗, 你比如说,聘请工作,港费,五千美金,五千美金,五千美金,那么,你问题来了,五千美金,这么多人来应聘,这么多牧师,来应聘这个港费,对不对,那么,这个牧师怎么样拿下来工作,你想,这个牧师怎么样拿下来工作,你想,这个牧师怎么样拿下来工作,你想这件事,是教会提供这个港费,对不对, 教会,发工资,对不对,十个牧师,有十个牧师来提供这个港费,你想想,这个牧师,不拿住信徒的心的话,他能不能要的工作,他能不能要的工作,你想这件事,这个事太平常了,难道这个,你说,信徒会选一个,按照真理讲话的牧师呢,还是信徒会选择一个,他们喜欢的牧师, 你想这件事就行了,对不对,这么多牧师,拼醒了,十个牧师,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说,当这个牧师一旦被拼醒进去之后,他刚开始,他当第一关闭被拼醒的时候,其实已经被什么,已经被控制了,就是说,基本上信徒就可以觉得什么,你讲我喜欢听得到,你可以留下,你不想我喜欢得到,我就把你,我就把你解雾了,我就把你踢走了,我就把你解雾了,所以说,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这个是在国外里面,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贫穷质的问题,贫穷质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说,很多牧师其实也是被掌控的,但是牧师呢,也是为了这么,为了钱而去的,也是什么的,不是,所以说,大家们都有彼此需要, 你喜欢,你想选择一个牧师,讲,你喜欢,你喜欢听的话,对不对,就是说,牧师也愿意,为了这个钱,讲,你喜欢听的话, 这就是,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比如说,牧师一旦被控制住的话, 对不对,就是说,上面,那就很难了, 对不对,这个就,这个就,这个是很常见的问题了, 因为信徒要控制牧师,牧师也会被利用,也是这样, 除非你,除非你,不看钱,你也,你也别去能教会, 除非你也别去能教会,所以说,都很难,都很难, 没问题,就是说,有些牧师,他确实是为了钱去讲道了, 那刚才我们一直讨论的就是,神在教会的这个牧师的这个职位, 建立的话,他是不是在真,在真道真理里面嘛, 是啊,那如果他是一个明白真理的一个牧师, 他还会为了钱去讲道,再说, 还是说,他是指那些假的那个福音里面的这个故事, 为了钱去讲道,你说是现在这里吗? 他说,我刚刚画这个图,你画这个图, 我画图那么,如果都能把控好的话, 如果教会能把控好的话是可以的, 就是说按照这个栏目,对不对? 对啊,这套线没有问题,但是往往, 你,往往问题是什么?教会特别多, 往往教会特别多的话,有时候你把控不了那么多, 你如果听到,好,行,现在保罗就打门看嘛, 什么意思,打门看,现在建了四个教会, 现在建了四个教会,提莫泰一个,提托一个, 还有两个罗马,哥林多教会没有人嘛, 哥林多教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 他们自己,就去干什么? 批询了,你知道了吧? 使徒都不要了,那保罗使徒都不要了, 使徒都不要了,要找一个超级使徒,对不对? 所以说你就知道了,有的时候, 不是就在这里吗? 有的人都来干这个事,就想, 有人就来贪财了吗? 你说提莫,提多去了,提莫泰,他们两个都去了, 对不对?那么哥林多教会,和六妹的教会,对吧? 那么他们两个现在没有,没有模样的人,对不对? 那么他们两个可能就是,擅自作为, 自己就开始批询牧师老他,他们自己去去了, 不用,你想管控也很难,保罗都不要了, 保罗都踢走了,找了一个超级使徒, 对吧?但是超级使徒的话, 是不是人家就是,就给钱去了吗?对不对? 不就是说,就是说给他们吗? 说给他们,你把控不了,是吧? 就是说,你这样讲的,因为我刚才想到就是, 你画了这个图下来,想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想到,比如说我们教会, 呃,一起啊,或者是演艺什么, 一杀呀,或者我一起什么, 以后以后就被派到哪一个教会去管理的时候, 那他们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学了真的, 对,他不可能,因为他是,他们是,他们是, 提摩太太太多是被派过去的吗? 他们就是,他内部被派了,而是说,他现在问题是, 保罗当时,建了很多教会,你知道吗? 他建了十个,十个的话,没那么多人, 没那么多人,所以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就是管,就管理呢,就把控不了这么多的教会了, 就把控不了了,信徒就可以,他们就自己去聘请了, 对,然后呢,就是说,信徒找了一个,他们喜欢的牧师, 是吧,使徒,是吧,使徒也为了这个钱,而去了, 正好他们两个,同位相处了, 对吧,同位相处了,同位相处了, 对吧,同位相处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明白了, 都,也不是不能,摄像崇尚教会也不是那么简单了, 他们也有人性,他们也可能想找一个,他们喜欢的, 超级师徒,super apostle,对不对, 所以说,是不是这样,是吧,所以说这个难度就在这里, 所以说,为什么说贪财,就是说,贪财是万王之登, 就有的人就说,让提摩天晓晴,晓晴, 因为现在教会很多,对不对,有的牧师, 他们正好对接上了,对吧,正好上, 行不在干什么,去看管,去监督,去看管, 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长老啊,有没有这样的牧师呀, 就趁这个机会进来了嘛,趁着没有领袖人物, 就进来了,对,就是这么回事嘛, 所以说,知足,知足,有吃有穿,有知足, 那些,渴望发财的人,渴望通过教会发财的人呢,对吧, 陷入诱惑,对吧,网络,许多了, 以至于败坏,败财是万古之登,有人因为贪财, 就离弃的信仰,结果各种上通过,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以前可能我们会认为,在这里, 这我们是什么,针对于那些,就不要信仰了,离弃信仰了, 贪财离弃信仰了,对吧,这以前我们认知, 但现在你们知道了,有些牧师,有些人呢,有些, 有些人就像通过教会来赚钱了,有些人就这样, 对吧,也可能是,也可能是真的以后呢, 也可能,呃,也可能提莫泰也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也是警告提莫泰啊, 因为提莫泰也可能就是因为, 因为有人想会晤他啊,想想怎么样,对不对, 我说了吗,也可能他也会贪财嘛, 所以说,其实,防备他的人也是警告自己嘛, 警戒自己不要成为贪财的人嘛,警戒自己, 也不要因为这个职权,不要因为这个职权的原因呢, 导致自己模仿了这个,以地两个孩子,也是这样的, 他都是都,都要防备有的, 他就,我听过不是吧,利用信仰和耶稣, 这个世界就是,他是利用信仰的, 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远避这些事, 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 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 你是为永生蒙召的, 并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过美好的见证, 在赐万物生命的上帝面前, 也在向本丢毕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 我嘱咐你,要遵守这命令,做纯洁无瑕, 无可指责的人,一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 到了时候佩德称赞, 独有全能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要使基督显现,上帝是独一不朽的, 住在人不能接近的光中, 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人能够看见他, 愿尊贵和永远的权柄都归给他,阿门。 你要劝诫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高傲, 也不要寄望于靠不住的钱财, 要信靠将万物厚赐给我们厚用的上帝, 你要劝他们多多行善,慷慨施舍, 乐意助人,这样你们可以为自己的将来奠定美好的基础, 以便持守真正的生命。 提摩泰啊,你要持守所托付给你的, 避免避开世俗的空谈和那些违背真理, 似是而非的学问,有些自称有这种学问的人已经迁离了信仰, 愿恩典与你们同在。 那么保罗让提摩泰为真道做见证, 就是说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为真道大美好证要持练永生。 对吧,如果你想反而来想, 如果你不这样坚持,你这样追求信仰的话, 那么你还能持练永生吗? 就没有了,对不对? 而是说你必须有个保持一种神的属性在这里, 我吩咐你,要遵守这命令, 做纯洁无瑕无我指战的人, 一直到我主耶稣基督在来, 对吧,坚持, 其实保罗给提摩泰做了榜样, 我现在坚持到现在, 那么你也跟我一样, 你现在年轻,一直到你死的时候, 对不对? 你也要持续这个命令, 而不是说, 还不到那时候呢,你以用放弃信念好, 以用偏离了嘛, 对吧, 要劝劝那些金氏富足的人, 不要高傲, 也不要寄望于靠不住贤财, 要信靠万物将厚赐给我们上帝, 你要劝他们多多行善, 那么慷慨是者乐以助人, 这样, 让他们可以为自己将来奠用美好的基础, 以便持有真正的生命, 对吧, 其实是什么, 你作为有钱基督徒的话, 那么你就要供应了慷慨大方, 把你的钱拿出来, 撒上什么, 撒上教会, 对不对? 为了干什么? 不是, 你所做的事不就是为了你将来投资吗? 对不对? 是吧, 你要积累你的财宝在天上, 不是在地上, 对不对? 地上有什么样, 对吧? 所以积累你的财宝在天上, 以便是有真正的生命, 因为你只有这样做的话, 你的生命才可能的成长, 否则的话, 你就是爱是地儿, 否则你爱是地儿, 对吧? 提摩太阳, 你要持续所做, 吩咐给你, 避开世俗的空谈和那些唯为真理, 那些是, 那些是, 是而非的学问, 有人, 那些自称有这种学问的人, 有骗力性啊, 肯定是有人, 他说, 他自以为是的, 自己认为, 他自己很明白, 其实啥都不明白, 因为这些事情呢, 把自己的转运了, 他还以为有信仰, 他其实没有信仰, 最后就走了, 你知道吗? 胡松乱想, 他就走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是针对于提摩太前书, 保罗对于这个, 保罗去针对提摩太所写的书信仰, 教导啊, 怎么样管理教会啊, 他怎么样追求天国的道路, 很多的细节上的问题, 提多提摩太前书, 你发现了, 在教会的管理怎么样操作, 当然, 你们做信仰的话, 知道也好, 你也知道教会的标准是什么,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牧师的职责, 因为供多是哪个方面啊, 比方牧师的职责, 今天呢, 我也分享了就是说, 针对于这个教会, 一个健康的教会, 应该就是这样的教会, 健康的教会, 就是这样的教会, 对吧, 都很忙了, 不是说你没事干的, 也不是说牧师只是一个猪, 一个猪, 来做个礼拜, 一次做个礼拜, 一个小时回家了, 啥子不管了, 就自己的生活了, 就自己的生活了, 是不是, 对吧, 然后今天跟大老板去给你吃个饭了, 是不是, 那么你现在, 现在现状怎么样, 对吧, 现在牧师, 一个猪, 讲天道, 是不是, 其他时间, 跟大老板的, 然后问候, 问候大老板怎么样啊, 最近, 生意做怎么样啊, 去给我祝福啊, 对吧, 祝福完了之后, 那咱钱不赶快打过来, 是不是, 那就是嘛, 每个时候安排了, 访谈了, 基本上, 他对大老板, 你要访谈了, 喝喝吧, 喝喝, 那想了, 喝喝能做什么东西, 对不对, 很现实, 我信耶稣不是很现实, 是不是, 是不是, 我给你打电话, 你给我什么回报, 对吧, 牧师也很现实, 对吧, 对不对, 所以说, 有些事情啊, 你看出来的嘛, 他们为什么这样设立, 为什么他们长老和志士, 对吧, 长老和志士这样, 这帮人, 你换成, 都是这个老, 这个企业老板, A老板, B老板, C老板, 全老板一对了, 牧师下面全老板,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就是现在的教会的固件, 对吧, 你们更加清楚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没有事, 对不对, 对吧, 你们经历了是不是,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这样, 这么这样设立, 所以说, 你知道神家教会, 你知道神家教会, 跟这个, 世界上的教会比起来, 对比, 相差是很大, 都根本不是一回事,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对不对, 既然我们, 我们也知道神家教会的运营方式了, 你就知道, 我们以后, 其实我们以后的战略, 我们以后要怎么走, 就怎么走, 他就是一条路线, 走,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能走起来的话就非常好, 真的能走起来的话, 按照神的法则去运营,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还好处什么, 我们不会建议这么多教会, 因为当时, 因为当时, 保罗是撒者, 你知道吧, 保罗撒者的话, 会撒出那么多教会来, 咱就不知道这个问题, 咱, 咱先能撒出二十个人, 对不对, 咱都不要想, 保罗一下, 撒出一, 十个教会, 对吧, 人都凑不起, 咱能不能, 咱能处, 处,处处二十个人, 他们撒种是撒出去, 对, 我们现在是solo, 真的, solo, 对, 是这样, 对啊, 所以以后的话,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绝对不是, 嗯, 绝对不是世界的一套, 绝对不会成为世界的一套, 嗯, 对不对, 其实川普一样的话, 这个岗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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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刚才想到你说, 那个, 那个谁, 一个晚上二十万年, 七万年, 七万年, 嗯, 就想跟大家说, 在我们这里是决定不会发生的, 因为可能牧师出去来带个枕头, 哈哈哈, 不懂, 因为牧师, 不懂, 因为耶稣, 人家整个枕头, 真好吃, 是, 他们那个, 就跟那个六六六说的, 他们自己定义, 我那个算谦卑的, 对呀, 因为都是大老板, 你看这些人, 都是很有钱, 我这个还算很谦卑, 他带一个什么, 十三万美金, 对, 我这个是谦卑, 哈哈哈, 他们, 我带多有钱的多了多, 我在里面算谦卑, 哈哈哈, 对呀, 人家没有意识, 跟随主要, 就要这个, 才祝福你, 就是说, 你的信仰不好, 嗯哼, 你去开个会, 开牢来了, 哎呀, 谁愿吧, 有你同在, 对, 是这样的, 是, 他们所看的, 眼睛, 眼目的情欲, 就这么多了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鱼耳无私兵, 你想想想, 他为什么, 对不对, 他其实就相当于是现代的福利, 对吧, 很简单, 他们教会就变成了现代的福利, 他用福利来满足你的精神上的需要, 那你给他们都好, 开心, 很开心, 那他们外国就是给你服务费, 就像他们给他小子一样, 对, 对, 给你服务的好好的, 那你给我小费, 很多, 很多, 外国人就好爽, 好爽很多, 对, 他越有钱越给的多, 好, 他人性, 对, 就福利, 现代福利, 宗教福利, 哈哈哈哈, 所以太热小了, 基本上, 别说别别, 你觉得你这个, 真的就是不会的, 真的不是不会的, 所以说, 我们就说, 以后的话, 你想, 为什么神家里面, 我相信, 神会会把那些人会慢慢带回来, 我们会共多人, 共多人, 共多人, 共多人的时候呢, 就会签, 到那时候真会签到什么, 我们, 呃, 职份的设立, 包括要, 真的是要针对每个家庭了, 每个人了, 因为我真的, 说实话, 我的工作量, 确实没法出去到每个人, 每个人都行, 别说别了, 一个周, 一个家庭了, 对不对, 我一个周七年, 别不看别了, 对不对, 就是, 这是实话嘛, 所以说, 我相信当我们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讲, 你怎样说实话, 小龙姊妹, 对不对, 我跟小龙姊妹说, 明年, 找时间要去, 为什么, 因为他来不了的话, 那么我就要去, 对不对, 因为那是个灵活, 对不对, 你说这个事, 你说没有办法, 你知道吧, 你说不兼顾他, 他现在的身体也来不了, 那么我只能过去, 是不是, 你说怎么办, 那么你们想, 还有这种办法吗, 对不对, 就是会面临很多, 现实上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可能也会去, 上这地方兼顾兼顾, 上那地方兼顾兼顾, 就是可能性对不对,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说一下就会跑动起来吧, 就会跑动起来, 对吧, 后面人在需求啊, 需要帮助啊, 比如说不得已外外外 要出去, 不得已要出去, 兼顾, 包括像微信公司那边, 可能 Arbeits adapters, 也可能有需要的话 是不是 可能也是可能去把这道 可能清晰点 对不对 讲话明白清晰了 给他一个七天或十天 对不对 把这事情给他梳理 问题啊 各种各样都可能 都有可能性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嗯 所以说我们会越来越 这个这个 这个这样 你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也相信耶和华神呢 这样这就带里 耶和华神会把 后面的信徒 会越来越带回来 对不对 对不对 在后面来点人想 他们可能又要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对吧 是不是有人 我们就要有人 去从 最一开始 开始开始 马上扶导 对不对 他想接我们也接不过来 又需要有人力 人力需要做这事 他都很现实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看明白 现在我们的方向 或是施工 会面临到什么问题 对吧 如果 如果 如果再没有工人的话 嗯 对 突然一下 到时候 如果新来的以后 就是他实在 赶不上 实在 进步上 那就先到 要要用回 先到一次 那个什么 一对一充断 一从开头开始 充断 就是说没办法呢 刚从初级班 然后通过最简单的福音信仰技术 就说我们一起来了 请先看看电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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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 先看一下电影 先看好 这些电影 有认知 哈哈哈 这个太简单了 这边简单了 先很安全地跳高级班 对啊 我怕高级班你剪完之后 人家无语 也听不懂 对 对 刚来的人 从最基础的认知 就是慢慢一点一点 然后师兄曲 然后四福音 然后十字经书 它都是一个过程 它不可能这么快 它都会从对基础 尤其是对于叶华神的认识那块 花了长时间 今年我们没有讲 今年讲到 不是今天 是这个 十月份讲到 就开始不涉及 不涉及以前领域了 是以前讲过了 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个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能到达这个地步的话 是因为你们跟上 对不对 那么当后面来的人 对吧 就需要我们 就需要我们有人人 带领他们 从最初级的 开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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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以说 这个这个这个这些事情 我们可能都要参与了 对不对 你最后为什么说 神给你的恩典跑这么快呢 你就感 你要感谢神 为什么 让我们能作为前 前奉者你知道吗 能作为前奉者 我们作为前奉者 我们赏赐很大的缘 是可以帮助了后面人 我们作为前奉者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得到 其实也可以 可以帮助后面人 我们的奖赏是很大的 像是不是这样 我们的奖赏是很大的 所以说 也不要 把神给你这样的奖赏给放弃了 就是你要学会看到这个奖赏 这是给你的机会 你知道吗 你不珍惜的话 神也不给你这个机会 真的 以后也错过去了 所以说 把握神给你的恩赐 把握神给你的机会 好好去利用 因为都是为了你的 都是 你要积累财宝的天上 是你要 你所做的每一份事工 你所帮助的每一个人 种旧人灵活 所付出的代价 都是为你自己 你自己积累财宝在天上 你不是给以地 你不是说 你干了所有的贡献度 你的贡献度 都放到我身上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要自己能看到 不要认为你吃亏 你吃不了亏了 最后发钱的老板是谁 是我们 对不对 你想这个事 最后发钱的老板 不是一列 不是我 我不是最后 发你钱了 我也懂得谁发钱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我我也懂得 最后是奖赏那一天 对不对 我付出了 不是能奖赏 不就是也是 懂得我主要 都给你都给我发钱了 对不对 所以说 亏本 亏不了 都是什么亏本 我说 进行之力 也做玩事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亏啥呀 对不对 突然也知道 那些刚才说的 什么星班尼 他们的老板 是仨干的 他提前套资了 提前套资了 现在这个都给发给他 以后是为了 发给他 我们是现在是 虽然看到就好像 没结束车 但是以后是很负 对 我们老板的事情也很好 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投资 我们的投资 都是未来性投资 对吧 都是未来性投资 很有意思啊 这很像东西 很真的像我们买房子的事 对吧 我们有一位人 为了买那个房子呀 天天大家吃泡面 是不是 对呀 那么你买房子 你说一个月 还还五千块钱 对不对 一个月还钱五千块钱 你一个月中五千五 你只能吃个泡面 但是呢 你可以买上的房子 对不对 你是为了他的房子 而为什么 生活变了这个 是不是 咱是不是为了天国的房子 现在生活紧破脸 是为了 反正现在天天吃个泡面 不就是为了将来那个房子 哈哈哈 是不是这样 是的 眼天是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保罗被打呀 鞭打 他因为他说他有盼望 他有他还有个家 对不对 他如果他的家在地上的话 他就不需要被鞭打 对不对 他就当他的官 他都是罗马公民 是不是 又当官了 那么他不好日子 他为什么要撇下他的身份 撇下他 撇下他最理气 是不是 他为什么要撇下他最理气 不就是为了什么 那美好的盼望 是不是 美好了以后 永恒的家园 对不对 那那那奖赏 是不是 都是为了 为了未来 都是盼望所看不见的 如果看得见了盼望 那就不叫盼望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是为了 那一个 那一个而 而去努力奔跑 所以说 亏不了本 只要什么 这个信仰是真了 就亏不了本 除非你不信 除非你不信 只要你信的话 这个信仰就亏不了什么本 那么亏你啥呀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信仰 为什么说 坚固 还会再 再被坚固 他就是因为 这些盼望 这些用许 这些用许 这些约 这些用许 好 对于提摩太前说 提勒属于什么 问题啊 或者 你什么要分享啊 提摩太后书的话 没有时间了 因为 他那个这个量挺大 也没有时间 提摩太后书的话 就下次讲 今天 对于这个书信啊 你有什么看见啊 什么分享啊 给再分享 还有时间啊 这个对我来说 因为我在教会有词事 一方便是假的 所以我们教会虽然就是说 以前说的很多牧师啊 是大老板 但是我们的教会是家族教会嘛 虽然哪会不赚钱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牧师的所有的也是被信仰扑的 他们不是用精神控制 他们用着他们的名声 就是 他们喜欢听的道 他们用这个来控制 所以我也觉得当我每次在教会里面讲真道的时候 老是有信徒啊 时不时的向我旧教会或者那个他们反应 就说我讲的道不好 他们不敢听 然后我就就听到了跟我说 就听到了跟我说 然后 我后来就已经发现了 其实我旧教也被他们扣着 他们喜欢听他们的道 而我就更好符合了他们的期待 所以他们很喜欢 他们刚提一块 对不对 所以还有一个 这是一方面 这是因为假的嘛 他们没征服 所以听惯了假的 听惯了这些 我称他为唐衣炮弹 就给他们唐吃嘛 你现在给他唐吃 他们当然很开心 也把警告经文都散掉 他说呢 所有的什么在外面哀乎切齿 然后在黑暗里面被火烧掉 都砍下来 这些他们都不认为是下距离 他们都认为是在天堂的门口 没赏识而已 得救还得救 还要在天堂里面 但只不过呢 没赏识了 所以他们都很开心啊 这些方面是假的 所以说你当你去 他们就已经按照他们的喜好去挑选 乌识或者来评判 你就可以盗了 讲得好不好 这是一方面 本来就是没有假的嘛 然后这个很正常 世界上的教会都这样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突然发现 以前的服饰 其实我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报告也说了 我其实是很轻松的 我一个月讲两篇道 平常呢 也就少午有空了 去去 没空了也可以不去 一个月 他们给我 虽然给我三千块一公斤 三千五 然后没有那个养老板 养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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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形式或者有一個聚會,真的會說,哎,有點奉獻就好。 所以其實我就更看到的是,其實是什麼都沒做。 雖然沒有那麼多錢,就像不像清道的一些故事上,很多大老闆, 但是我們那邊,他們其實是什麼都沒做。 所以你看信徒的生命,我就看到,我短短的這裡面看到, 很多信徒聚會三十年、四十年,一點都沒長大。 問他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在走的時候,我就覺得,還是要改變講道風格。 我直接就說,現在的信徒,如果我改變我的講道風格, 繼續一點都不長大。 就算你信徒再信個三、四十年也一樣。 因為他們連基本上為什麼信耶穌都不知道。 你去問一個問題,在教會裡面去做一個調查, 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信耶穌? 就跟上回那個余弟兄很多,都是匪夷所思的答案。 那上回他們說,為了信什麼吃豬肉啊什麼。 很正常。 這種答案其實都有,各種各樣都很正常。 所以,就是覺得很荒謬。 這回就變成了一個,真的,我覺得, 上回以前一直在講傳銷組織, 給他們說傳銷組織還算輕。 什麼都有,真的什麼都有。 而且自以為什麼都有。 就是很諷刺。 他們什麼都沒有,卻認為什麼都有。 還認為什麼都不需要,就等著花轎坐天堂,上天堂。 就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這可能就是末後時代的宣傳。 真的是這樣。 所以這個更加我深深的,聽完這個提摩太后前書更加我深深的意識到, 什麼是真正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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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為馮維奇地形有差弗,是嗎? 給共產有感觸。 為什麼說,這個提摩太書信,是牧師書信,教牧書信。 你服侍過了,你看到這個教會的框架了,夠糟,你服侍過了,你就知道了。 跟這個真正的服侍,根本就差距太大了,你知道吧。 你不去服侍,你不知道這種差距。 對吧? 你不是服侍,你不知道這種差距。 就是這樣。 一個牧師的職責,他的工作岗位, 他的時間,每一天的時間,飽化度,很大的時間,飽化度。 對吧? 他不是像我們今天的三次啊,就是說我們工作是眾矢,眾矢上的,開會。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教會,如果是兩百人的話,一個務次都不夠。 兩百人一個務次學的是不夠的。 就算他給他配個,再配個,三、四個長老的知識都不夠。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這麼高。 工作,好好說,活實話,工作量很大。 他就不過,你真正按照這個標準去做該場工作的話,絕對的。 因為人畢竟是有騙的。 哈哈哈哈。 就算按次了,不睡也不思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是這樣。 為什麼我說,牧師,你現在不要說,要做這個講道什麼,還說, 你還要把控每個信徒的學習。 你說,你做不了這東西。 你能把每個家庭,然後把每個部門,你能把控就不錯了。 是不是? 你還要把控每個都不夠氣息。 就說,為什麼說老師,就是把控每個信徒,信徒的學習的, 現在他們重度多少已經了。 恨的,可不是這麼容易了。 剛說學習已經了。 每個人信徒的學習,現在學習的程度都不一樣。 像余地性。 是不是? 現在,如果按照重傷的話,一個余地性。 現在需要一個專人。 現在一個老師,需要可以約他了。 每天,早上起來八點。 早上晚上八點,他就約起來了。 現在,這有人需要約他了。 對不對? 他認識的弟兄,有什麼事? 約起來,早上學來學行嗎? 就約起來了。 這是老師。 早上八百八。 哈哈哈哈。 一天十二個小時。 九五六。 九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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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六更的。 對吧? 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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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能加班。 你現在,我起過來。 起過來當鬧鐘。 所以,對。 所以說,這是針對一個信徒向。 這樣學習,對不對? 你第一天,你比如說第一天預約了,余地性,對吧? 第二天預約余曲子妹。 是不是這樣? 你,你剛就找個老師兄了。 早上前到,一個時候七個人,是吧? 一個時候七個人。 你,你,你就這樣,對不對? 你要把工作量真的弄上去的話, 那不是那麼簡單了,工作量。 分配上去了。 對不對? 哪有這麼簡單了。 你真的要做這個服飾的話, 真正想做誰家的服飾, 他的工作量,他不亞於這個,這個,這個, 他工作量不亞於這個,這個,這個, 他工作量不亞於這個範圍。 你上班還忙嗎? 對啊,那上班可能還忙。 是的。 上班。 因為服飾員,服飾過我們知道。 不是,上班,你很多時候你上班, 然後完成任務就行了。 對呀。 我們,沒任何,沒業。 我們還是生命的服飾。 那去手了。 嗯。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今天這個講到真的是, 就是很好。 非常好。 就像那個,那個以弗所書, 四章裡面寫的, 就是各種職份, 我也成全聖徒啊。 對。 今天,你雖然看那個, 但今天看這個圖的話, 會更清晰, 會更系統, 更好。 嗯。 就,就不像那個, 以前我們看, 雖然有各種職份, 但是不只有它的功用啊, 它怎麼一個构架呀。 對。 怎麼一個系統下來的呀。 嗯。 這應該幹什麼,幹什麼事情。 嗯。 今天這個, 就, 對我來說就更清晰。 更明瞭。 嗯。 然後應該在我的, 在我的以前的這種思想, 思維裡面, 我覺得教會應該也是就是說, 比較有次序, 有規矩的, 一層一層的。 嗯。 就一環扣一環, 一環扣一環的, 才健康的運行。 對。 然後不像以前, 在那個之前的教會裡面, 反正今天就是, 一個週, 就一兩個小時。 嗯。 今天團結啊, 或者什麼樣。 今天就是, 嗯, 今天, 研究什麼, 吃個飯啊。 反正講的那些, 呃, 就好, 給我感覺就很亂。 也不關心, 下面有多少個人, 他的生命狀態是怎麼樣的, 他今天有沒有提心, 有沒有讚美, 他, 他這個, 這裡理解不理解, 那裡理解。 對。 然後討論, 大家有沒有討論, 有沒有探訪, 有沒有實質的效果, 探訪呢, 他只是, 為了去安慰一下對方的心呢, 還是是為了送個奶呢, 還是說隨便說兩句, 呃, 你好我好的話呢, 還是說他真正實質上過去探訪, 欸, 你這個, 你現在出了問題, 對吧, 你是心裡出了問題, 還是你的信仰出了問題, 你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各方面的分析, 給他, 給予他什麼樣的建議, 什麼樣的幫助, 對吧, 然後他是有什麼樣的, 由傳福音的過來, 還是由牧師過來, 還是由老師過來, 給他更好的, 更好的對接, 讓他的生命能夠得到成長, 對吧, 像這個框架下來, 這就, 這就很好, 但不像以前的那時候, 我在裡面, 我都覺得, 我曾經參加那個, 教會裡面的那個經濟軟件, 我就覺得我跟他們, 他們管理的人講到的, 我看的就, 就, 就很荒唐, 我曾經讀經的, 大家也過天天讀經, 甚至可能有的人一篇, 一遍聖經他都沒讀過, 裡面講了什麼也不知道, 今天就好像就走過過場一樣的, 然後有的人, 有的時候來, 有的時候不來, 生命狀態, 反正就是他們根本就不關心這些事情, 好像他們在上面的人都好像就是說, 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的, 就是這樣, 今天拿這個那種什麼什麼什麼好像, 什麼書, 亂七八糟的那個書籍, 天天跟你講一下, 天天跟你講一下, 生活啊, 愛那個, 或者怎麼樣子的, 要品德啊, 天天講那些, 好像看上去, 他也在講什麼東西, 但是實質上, 對於這個框架來講, 對於每一個信徒的, 他的生命的建造, 生命的真實, 實質上有意義的幫助, 就是, 就是, 就是你, 甚至是父的, 對於, 是實質上, 對,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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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他寫, 沒有幫人寫, 沒有幫人寫, 很按照你, 對, 所以說, 所以說, 今天看這裡, 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教會, 他, 就是, 就是這樣很, 看上去就是很, 符合邏輯, 一層一層的, 像一個公司這樣的, 董事長啊, 總經理啊, 車間主任啊, 然後組長啊, 對吧, 然後員工啊, 然後員工, 員工上面他還有這個, 檢查質量的呀, 監督啊, 是吧, 然後一緩一緩的, 然後, 然後員工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他們怎麼去教導他, 怎麼去做, 你這個產品是哪裡出的問題啊, 對吧, 你要怎麼做才能做到, 對吧, 這個才是, 牧師呢, 就專門負責把控, 索訊行, 所有的部門人, 把控所有, 總體行動的東西, 他可能不會去參與之後, 更多的細節行動的東西, 但是他要把控所有的裡面的東西, 所以說, 就這是牧師, 這是牧師, 所以以前我們認, 認認的牧師, 都都不是, 牧師, 對吧, 他主要是管理, 他並不是在參與, 講道啊, 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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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不參與的, 現在就簡化成兩個, 對, 牧師呢, 牧師呢,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是牧師, 什麼都是來的, 嗯, 以前就一個人, 全部把工作前做了, 他, 他實在沒做, 他其實沒做, 他真做的話, 真的把每個細節錄啊去, List, 他就光了第一條, 第一條, 每個家庭探訪去嗎, 真正探訪, 知道, 到一個家庭裡面, 從早上8點, 到晚上8點, 就跟家庭探訪去嗎, 在一個周, 你去個家庭, 沒有, 而且上面的是, 那些什麼都沒有, 後面呢, 自己安慰了, 然後就安慰了一個, 公司的老闆來做長老, 都是啊, 很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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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一個長老做管理, 才會好多牧師和傳達, 你看, 咱們的管理, 咱們的管理, 那三個老師就一直, 尤其是小羊子那樣, 你們就是連飯都忘了吃了, 這種, 這種探訪, 我覺得, 才叫真正的教導, 關乎生命, 這個我也沒見過, 探訪, 探訪, 因為, 因為信息量太大了, 沒辦法, 時間太緊迫了, 時間太緊迫了, 沒辦法, 就是那天, 任樂在這兒, 你們也是一樣, 就感覺你都快12點了, 這12點都多了, 孩子哭的, 鬧了什麼都顧不上, 就是副導, 覺得這種, 好像在這個世界上, 我沒見過, 我就第一次見過, 我覺得都是一個, 之前他就是一個, 患者而已, 就是, 說說而已, 就是, 勸著你不哭了, 就行了, 啊, 就是說白了, 就是這樣, 對, 我剛才在那個, 我們很多的教會的牧師, 他們自己講的, 就私下裡面聊天的時候, 他說我們教會, 年紀大一點的, 都是迷信的, 全是公典的, 全是娛樂, 說的很會, 對, 親戚團體就是這樣, 具體就是這樣, 親戚團體也是, 他們玩的時候, 很多人, 一到什麼, 就聚會了, 沒幾個人, 最開心的就是去玩, 去哪裡玩, 去哪裡吃, 去哪裡喝喝, 一塊喝, 對, 一塊喝, 對, 說來, 說來, 就是, 嗯, 因為我也是從, 各個, 三字教會, 不一樣地方三字教會出來的, 然後我也對比, 就是, 我跟牧師原來, 他在國外, 我在國內的那種服飾, 我們原來就是在網絡的服飾, 其實, 牧師還沒回來的時候, 我, 一直在國內配合他的那樣服飾, 我也是沒日沒夜的, 因為單身嘛, 又沒有, 一人吃飽, 全家不餓嘛, 等於說, 我那麼多年來就是, 好像我的時間, 都不是我的時間, 所以, 好像, 我很久很久都沒有正常, 吃過飯, 吃過酒, 全部都是, 時間去餵別人的靈魂, 然後去服飾, 因為很多人受過我的服飾的, 很多年的, 包括在這裡的也有, 然後, 其實是牧師, 以利亞牧師讓我明白, 什麼叫真正的服飾, 只不過說, 我們兩個, 因為, 只是, 我們兩個在服飾嘛, 還沒有那麼多人參與到這個服飾那種, 我還沒有那種, 我還沒有那種, 教會的一個體系的那種代言, 但是我, 因為他帶領我, 他告訴我, 怎樣的一個服飾啊, 然後, 我一直就是, 跟著他這樣子去, 為別人的靈魂啊, 然後, 為別人來守望啊, 然後服飾, 然後也是每天, 每天有人, 排著隊來招了, 還有每天在以利沙去趕鬼的事兒, 對不對, 那趕鬼那麼, 時間消化也是一樣, 對吧, 那麼, 對不對, 時空很多了, 時空事兒很忙了, 時空事兒很忙了, 這事兒那個事兒, 那幾位, 就是說, 當年, 一, 二, 一年, 來我們這裡的時候, 不僅僅是使徒行藏活起來, 聖經活了, 更加認識到就是真正的服飾我, 這才是真正的服飾, 所以, 我也跟, 我出來的時候也跟我爸講, 我說, 一個, 如果我不看到真理, 我何必, 我何必出來, 對, 我不是很舒服嗎, 對啊, 很舒服嗎, 對吧, 那個, 沒什麼事兒, 教會裡面工作難了, 家裡面也沒什麼事兒, 來回, 開電車來回, 在教會裡面, 跑來跑去, 做聽好, 對, 還有一個, 就是, 如果我不看到真正的服飾, 真正對靈魂的關注, 我也不會出來, 對嗎, 這個才是真正的服飾對靈魂的這種關注, 為了得靈魂的耳開, 真正的服飾, 為了得靈魂的耳開, 真正的服飾, 而不只是, 生意, 沒有什麼來往, 說白了, 對吧, 沒有經濟上, 沒有利益上的通路, 就是來的話, 一天, 早上到晚上, 早上到晚上, 連續七天, 我, 我回去之後, 他, 就是他, 他就是, 他都沒聽, 他都沒聽, 沒怎麼, 當然前十天的那幾組都聽了, 都沒怎麼聽, 他就, 他的心裡一點都不自宜, 說這個, 這個人講的是假的, 他就說, 誒, 我這樣的人, 我從來沒有見過, 還這樣的人, 又給吃又給喝呢, 早上, 他說那個, 那個, 因為每天講到十二點嘛, 十一二點嘛, 那個眼睛都變成, 凹進去了, 變成熊貓樣的, 黑眼圈了嘛, 就是, 真正的一個, 就是神的仆人, 他對於靈魂的那種渴望, 就像這個板塊一樣的, 他們的每一個職份, 他做工的, 他目的性是很強的, 他必須是要, 你這個點沒明白, 比如說家庭的問題, 我要怎麼, 怎麼樣的想法, 怎樣的幫助, 他不在乎時間, 不在乎說, 他餓餓, 他的心思一點就是, 怎麼把你這個事情給解決, 比如說我, 我那個時候就, 七天一樣, 你不明白, 今天跟你講, 講到十二點, 沒辦法, 明天咱再繼續, 對不對, 然後接著第二天又講, 第三天又講, 然後還要繳勁腦子, 怎麼想一個這個人, 怎麼回事, 怎麼會這麼想, 到底哪裡啊, 怎麼跟你講, 就講不通, 是吧, 然後他內心的那種交集, 他根本就不會在乎吃飯, 他在乎的就是, 你這個問題, 怎麼給你解決, 就是說真正的, 他們的這個職份, 他們的神的佛能真正的, 做工的目的, 就是為了得靈活, 他不會, 他不會, 顧惜, 什麼其他, 什麼吃啊, 喝啊, 或者說, 財富啊, 或者說他的身體啊, 需要休息啊, 他都不會有這種, 這才是, 一個, 真正的神的佛能, 真正為了得靈活, 那區別於, 事實上的, 他可能說, 牧師一周, 到了周末之後, 呃, 高堂之上, 旁邊一個椅子一坐, 喝個茶, 對吧, 上去一講, 講個幾十分鐘, 走了,對吧, 他根本就不在乎, 你們下面的東西, 然後可能說, 到時候奉獻箱一搞, 一數, 對不對, 基本上就是搞這些東西, 還會在乎這些東西, 就是說區別嘛, 就是說我們自己也能, 就從這個點, 其實也能夠, 當然這個點會是絕對的, 就是說我們從, 另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點也是能夠判斷一個人, 他是不是, 是不是, 對不對, 是不是, 對不對, 憑果之認數, 那耶穌被信活了, 好多年都是信死的, 對, 這也是一個, 就說這是一個點, 但是, 不是一個絕對的點, 因為有的, 像保羅他之前被破壞的那些, 太大發熱心了, 當然你看這個點也是不行, 當然他也有, 有沒有愛靈魂的心, 還是, 呃, 就這個點也很重要, 就是說, 多平均, 對, 多分比, 多平均, 概率性越來越大, 你動開一個點, 對, 對, 哎, 你說沒錯, 神的真仇人一定要具備, 對, 但是具備的, 有時候不一定要具備, 對, 但是一定要具備, 這當然又不是一個, 一個點能夠抓, 就是能判斷的, 但這個點也不能有, 就像是老師講到的, 你不能說, 你神的佛能, 你, 你, 不是說, 因為你有神之一能, 你有那個, 你才能到大街頭去, 而是說你神的佛能, 你不能沒有這個, 對, 因為這是驗證你的, 對不對, 就像你的愛靈魂的信仰, 你沒有, 你今天講你是神的佛能, 那麽神, 神這麽愛靈魂, 那麽神的佛能不愛靈魂, 那麽這就不就是重複嗎? 就是啊, 多數據吧, 對呀, 神有, 神是用力救活的神, 那麽你說神的佛能, 那麽啥能力也沒有, 那麽這也不是也很重複嗎? 對不對, 其實是一樣, 都一樣道理, 都一樣道理, 所以說,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的, 你說, 如果每個港魂的設施, 他確實都必須有個愛靈魂的心, 沒有愛靈魂的心的話, 真的, 真的是乾, 幹本魂活, 真說實話, 你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 你想想了, 但同時呢, 你佛事過程當中, 其實你想的都是對方的靈魂, 對方的家庭, 你大腦, 你大腦, 你大腦裏面所有數據都行, 他這個人都卡在哪裏了, 我怎麽樣幫助他, 對不對, 分析不斷分析, 所以說一天時間就過去了, 很快就過去了, 對不對, 是這樣的, 所以說你這樣的服飾, 你才會有效的服飾, 所以說今天, 顧雅落地, 你們就看到神家裏面的施工, 其實真正做起來是多麼的多, 真正做起來, 真正能弱勢到每一個人, 對不對, 真正每個人把控, 你比如說, 嚴定是老師, 那麼他都能做到每一個人的學習, 他要負責每個人學習真理, 都要達到一個平衡線上, 對不對, 他要負責這個, 如果他要負責這板塊的話, 那麼他每天要想了, 呃, 學姊妹現在這個, 在哪, 在哪些學習, 在哪些學習上, 呃, 在點呢, 還沒有吃度, 對吧, 然後這個, 每個人, 都要分析了對不對, 通過分析之後, 預約, 預約他們打電話, 然後針對他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不足, 然後這一天時間從早上到晚上, 是不是, 然後跟下一本再來, 一天一天, 就這樣, 就這樣服飾, 這樣服飾的話, 教會裡面, 總體都把控起來, 要不然, 剛好一個人, 很難, 就是我先講到這邊, 我先都在講到, 我講一天到, 你也不一定, 你不一定能吸收到那個度數, 你知道嗎, 所以說, 也需要老師什麼, 再往下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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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都需要, 我突然想講一個, 剛才在提摩泰前書那裡, 他有一個就是提摩泰去, 讓那個年老的婦女, 對, 教導年輕的婦女, 那他後來就沒有說, 其實就是, 是不是認為就是, 牧師, 那上面是你, 就是男的牧師, 盡量不要教導, 年輕的,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提摩泰說句話, 也牵了道, 教導, 年輕的這個, 婦女, 女人, 所以說, 但, 但你的心思念要中學嗎, 不是說, 不然說, 在這樣的國, 長老的, 年長的婦女, 如果他們金錢的話, 很容易帶那些, 很容易帶那些, 那些, 因為, 因為年輕的話很難, 落實到細節, 我說, 你說, 你說嚴格性嗎, 嚴格性嗎, 他很, 他如果要付出女人的話, 他很難落實到, 家庭裡面的那些細節, 怎麼打造衛生, 怎麼樣打造衛生, 怎麼樣, 化妝, 怎麼樣化妝, 合理, 是不是, 他, 他, 沒有做, 為什麼說, 年長的婦女, 他如果活在境界的生活當中, 他可以為女人, 落地到細節上去, 細節上, 我們什麼, 我們也沒有做, 這樣的話就沒有, 我們更多是處理到, 那種普遍性啊, 對吧, 只能看到了外在了對不對, 但是, 處理到細節上了, 在管理上這個意思, 對不對, 所以說因為, 管理上都處理到細節的把控, 都是細節上, 都是細節上的把控, 不能說一個單方面的把控, OK哦, 我問你OK沒有, 好, 有沒有還有其他想補充啊, 想要交流一下, 想要分享一下, 今天這個關於這個教會這個事情, 有沒有想要再來想分享, 分享,交流一下, 沒有的話也就結束了, 哈哈, 好, 看一下,